三天前,叶九九向暗恋了十年的高中同学莫云舟表白。 他答应得很快,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三天后,他带他参加了前女友的婚礼,他才明白自己只是他报复的工具。 婚宴大厅,前来参加婚礼的同学们互相招呼,三三两两地聊天。 谁也没有注意到,莫云舟目光一直落在摆放在中间的婚纱照上。 叶九九和沈诚聊着近况,话题忽然转到了莫云舟和许童身上。 沈诚神秘兮兮地说,我听说莫云舟大学时和许童在一起过,叶九九呼吸一致。 好伴赏,他才喃喃一句,是真的吗? 沈诚戳了他一下,你怕什么?许童都要结婚了,他们现在不可能了。 虽然沈诚说的是事实,但叶九九还是有些心慌。 时间一点点流逝,婚礼却始终没有开始。 忽然,不知从哪里传出一声,新郎跑了。 声音落下,场内立即开始嘈杂起来。 怎么回事? 叶九九和众人都还在那么疑惑中,旁边的莫云舟忽然站起朝外跑去。 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喊,云舟。 莫云舟却像没听见一样,直直跑了出去。 叶九九眼角忽然跳了下,莫得站了起来。 沈诚见状,直接推了叶九九一把,想去就去。 叶九九静了一瞬,终是起身追了出去。 刚到门口,他就看见一身婚纱的许童被一群记者围堵在中间,进退不得。 许小姐,陆先生是真的逃婚了吗? 今天的婚礼还能如期举行吗? 陆先生逃婚会影响陆氏和许氏的合作吗? 脸色难看地低着头,却怎么也逃不过记者的话筒。 忽然,莫云舟不知从哪里出现在许童身边,一手把许童圈在怀里, 揽着他就朝后台走去。 经过叶九九面前时,莫云舟余光都没分给他一眼。 叶九九身形猛地一将。 他看着两人的背影,脑海闪过沈诚的话, 双脚忽然就像被钉住了一样,心默然空了下。 回到燕厅,叶九九才发现,高中同学群里面已经炸了。 我的天,莫云舟把许童带走了。 你们发现没,以前聚会的时候,如果许童不来的话,莫云舟也不会来。 我去。 莫不是这两人以前真有一腿。 看着这些消息,叶九九嘴角露出费点苦涩。 忽然,莫云舟的信息跳了出来。 抱歉,今天有急事。 餐厅是提前订好的,你可以自己去吃。 接着莫云舟还发了一个地址过来。 他们原本约好婚礼后一起去吃饭的。 叶九九脑海闪过莫云舟揽过许童的画面, 眼底的光微微暗淡了下去。 新郎逃婚,婚礼临时取消。 不过几分钟时间,参加婚礼的同学陆陆续续都走了, 就连沈诚也被男朋友接走了。 叶九九一个人在路边等了会儿, 他手拦了辆出租车,准备离开。 他刚坐进车内, 一个男人忽然跟着坐了进来, 把他往李猛地一挤。 叶九九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男人对司机说, 快走。 叶九九顿时心中一紧, 有些害怕地看向男人。 只一眼, 他就认出了男人是谁, 一声惊呼脱口而出。 你是陆三少? 大正机场,塔台。 叶九九冷静指挥着飞机降落。 修正海压1038, 跑到05可以落地。 耳机里机长莫云舟的声音传来, 南方7100, 安全落地。 叶九九轻轻松了口气, 下午4点, 叶九九下班。 才进航空大楼, 他就看见了下机的南方7100机组。 叶九九目光一直追随着走在前面的墨云舟。 下一秒, 墨云舟突然转身, 朝他走来。 等下我们一起去同学会。 好。 叶九九无意识攥住了衣角。 指栏会所。 叶九九刚走进高中同学会场, 就被闺蜜沈诚拉到一旁。 沈诚恨铁不成钢地开口, 都已经十年了, 你怎么还不和墨云舟表白? 叶九九只是摇头,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时, 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漂亮的几乎发光的女人走了进来。 是曾经的校花许童, 如今是活跃在荧幕上的大明星。 有同学围上去, 许童, 听说你马上就要成为陆氏集团的少奶奶了。 许童笑得甜蜜, 别这么说。 以后成了陆太太, 可别忘了扶持同学的项目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话题不知怎地就扯到了叶九九和墨云舟身上。 校花也要结婚了, 整个班里单身的就只有墨云舟和叶九九了, 不如你们两个凑一对好了。 有人轻吃了声, 别开玩笑了, 叶九九配得上墨云舟吗? 气氛一瞬间尴尬, 叶九九脸色一白, 沈成柳梅倒树, 怒道, 你怎么说话的? 其他同学见识, 立即上来将打圆场。 好了好了, 大家同学一场, 都是开玩笑了。 九九人那么好, 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同学会散场, 出了会所, 沈成从包里拿出一个礼盒递给叶九九, 生日快乐。 说完, 他又双手合十, 欠舅道, 对不起九九, 我今天要去见对象爸妈, 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叶九九抿了抿唇, 笑着说, 我没事, 你去吧。 送走沈成, 叶九九打车去了一家路边摊。 这是以前高中时, 墨云舟最喜欢的店, 慢慢也就成了他最喜欢的店。 老板, 一个炒面, 加葱不放香菜。 叶九九说着, 坐了下来, 身后却传来熟悉的声音, 一碗炒面, 加葱不放香菜。 他回头, 果然是墨云舟。 墨云舟认出他, 你也来吃面。 叶九九有些仓促地点了点头, 墨云舟却在他对面坐下, 老板, 再来几瓶酒。 他态度自然, 下个月公司召开部门大会, 你们空管部打算派谁参加。 叶九九低着头, 听欣姐说, 好像是老大带着我和小江过去。 聊着天, 叶九九感觉脸颊有些发热。 结束时, 叶九九和墨云舟几乎喝完了一箱啤酒。 醉意朦胧间, 当墨云舟的稳落在唇上时, 叶九九没有拒绝。 第二天, 叶九九醒来第一眼, 看见的便是墨云舟俊美的脸。 他几乎想都没想, 就直接逃跑了。 回到家, 浑身酸痛的叶九九, 莫名庆幸今天是下午班。 下午三点, 他走进航空大楼后台。 一个高高帅帅的大男孩, 忽然抱着一束花朝他走过来。 直截了当开口, 九九姐,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叶九九愣住了, 大脑有些空白, 男孩语气真诚。 九九姐,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叶九九终于想起 他是之前新入职的空少前名号, 培训期间他还给他上过课。 围观的其他同事在旁边不停起哄, 答应他。 答应他, 叶九九有些手足无措, 这时, 他感觉被人往后一拉。 肩膀搭上一只手, 墨云舟熟悉的声音在耳侧响起。 不行, 他有男朋友了。 所有人都惊到了。 前名号看向叶九九, 九九姐, 他说的是真的吗? 叶九九还未开口, 只觉肩上的手加重力道。 他顿时绷紧了身体, 然后就听墨云舟说, 当然是真的。 叶九九就这么被揽着 朝塔台方向走去。 他大脑几乎一片空白, 脸颊也烫得厉害。 忽然, 肩上的力道消失了。 墨云舟看着他轻声说, 昨天, 墨云舟话还没说完, 叶九九心中意紧。 不知怎么, 他抢先开口, 昨天的事情是个意外, 你不用放在心上。 说完, 他不敢抬头, 感觉到墨云舟的目光 停在他身上好一会儿, 最终他没有说话, 转身走了。 叶九九抬头看着墨云舟的背影, 却是说不出的失落。 深夜, 凌晨一点多。 叶九九下班回家, 他刚出电梯, 就发现家门口蹲着一个不修蝙蝠, 浑身杂乱的男人。 他脚步一顿, 就见那男人突然朝自己冲过来。 叶九九脸色一白, 下意识大喊, 站住。 男人停住脚步, 九九, 我是爸爸呀。 叶九九一愣, 半想才认出来人。 他上次见叶父, 还是八年前的春节, 叶父为了夺赌债, 躲回了家。 叶九九心中警惕起来, 你找来这里想干什么? 叶爸手脚有些局促, 说话也带着讨好。 九九,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也没地方住。 好女儿, 你忍心看你爸流落街头吗? 叶九九皱眉良久, 才打开门, 我没有钱, 最多收留你一天。 第二天, 叶九九醒来, 却发现家里像禁贼了一样, 到处都被翻得乱七八糟。 最关键是, 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 而叶爸已经不知所踪。 叶九九心里堵着一口气, 暗骂自己就不该心软。 正清理东西, 同事突然打来电话, 语气着急。 九九, 你快来公司。 好。 叶九九以为是工作上的事, 挂电话后连忙换了衣服出门。 他走到航空大楼门口, 就看见前面围了不少人, 有三个男人拿着喇叭喊着, 叶九九, 还钱。 叶九九, 还钱。 叶九九心口一缩。 他抬不上钱, 我是叶九九, 你们是谁? 三个男人停下动作, 围住叶九九, 你把叶志远欠了我们公司的钱, 你既然是他女儿, 还钱吧。 叶九九瞳孔一缩, 语气冷漠, 我不会替他还钱, 如果你们还不走的话, 我就报案了。 男人贪贪手, 无所谓道, 我们是合法贷款机构, 你报案也没用。 况且, 我们只是在这里喊喊名字而已。 说完, 男人转头又拿起了喇叭, 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叶九九直接拿出手机, 拨了电话。 三个男人发现, 叶九九是来真的, 对视一眼后, 丢下一句, 我们还会再来的, 便转头跑了。 周围的人见没了瓜吃, 才渐渐散去。 但记下来几天, 要债得几乎无孔不入。 这件事显然已经无法善了。 叶九九也被叫去主管办公室, 再三解释自己没有欠钱后, 还是被记了过。 脚步沉重地从主管办公室出来。 叶九九竟在走廊里遇见了墨云舟。 她脚步下意识一顿, 墨云舟已经走到她面前。 我可以帮你还钱, 但你要帮我一件事。 叶九九一正, 下意识问, 什么事? 扮演我的女朋友, 期限一年。 叶九九大脑一瞬空白, 没反应过来。 墨云舟看着她, 如果你答应, 钱今晚就可以到账。 叶九九睫毛颤了颤, 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在她的心间环绕着。 几秒沉寂后, 她深深吸了口气, 我答应。 晚上下班, 航空台收到了两封许童寄来的结婚请柬。 叶九九把请柬给墨云舟时, 就听她说, 准备一下, 周末去见见我妈妈。 叶九九整个人都呆住了, 却说不出拒绝的话。 周末这天, 墨云舟开车来接叶九九。 车上, 叶九九攥着身前的安全带, 很是紧张。 墨云舟策谋看了她一眼, 不要想着合约的事情, 就把我当成你真正的男朋友。 叶九九脸一热, 抿了抿唇, 好。 等车停下, 叶九九才发现地点是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 叶九九跟在墨云舟身后, 里面净空无一人, 只坐着一位妆容精致, 保养得体的女人。 墨云舟开口介绍, 妈, 这是九九。 叶九九紧张得微微躬身, 阿姨好。 墨云上下打亮了叶九九几眼, 没什么语气地缓缓道, 坐吧。 叶九九无措地和墨云舟在墨云舟对面坐下。 菜一到道上, 中途墨云只和墨云舟说着话。 叶九九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只好乖乖地吃东西。 吃到一半, 墨云舟忽然露出几分嫌弃, 对墨云舟冷声开口。 以他的家事, 根本配不上你。 你可不要随便找个人来应付我。 叶九九一时心虚, 不自觉低下了头。 忽然, 他放在腿上的手被人握在手里, 墨云舟清润有力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我找的是女朋友, 不是生意伙伴, 只要我喜欢, 她的家事不重要。 而且, 我们是大学同学, 已经认识很久了。 听着墨云舟的话, 叶九九看着两人相握的手, 心跳得飞快, 忽然脱口而出一句。 阿姨,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云舟的。 话落, 叶九九就感觉墨云的视线冷冷定在了自己身上。 几秒后, 墨云舟视线一开, 态度转变得像换了个人一样, 满脸笑容地拉着叶九九的手。 原来你们还是同学啊, 都认识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阿姨。 别怕呀, 刚刚阿姨只是试探这小子, 怕她为了应付我, 又找人来骗我。 叶九九满是惊讶地看着向墨云舟。 吃完饭, 墨云舟拉着叶九九的手和墨云告别。 等两人一出餐厅, 墨云舟便松开了手道, 我送你回去。 叶九九看着突然空下来的手愣了下, 心呼得一咎。 半小时后, 叶九九回了家。 刚出电梯, 就见叶爸蹲在门口。 叶九, 快, 借爸点钱。 叶爸笑嘻嘻地说, 你怎么还敢来? 叶爸露出了本性, 我是你爸, 给我点钱怎么了? 何况你男朋友那么有钱? 我可看到了, 他开的是鹿虎。 你不给我, 我就自己去找他要。 叶九九被叶爸的无耻震惊, 心底生起一股怒意, 拿出手机便道, 好啊, 你去找他, 我就找你的债主。 叶爸面色一变, 没底气地丢下一句, 你给我等着就跑了。 看着被关上的电梯门, 叶九九涌起一阵无力感。 日子很快到了许童婚礼, 墨云舟一早便来接叶九九, 一起去婚礼现场。 到了酒店停车场后, 二人一下车, 就撞见了迎面而来的沈诚。 沈诚视线在二人身上来回扫视, 语气意味深长。 你们两个为什么是一起来的? 叶九九呼吸微微发紧, 下意识看向墨云舟, 只见他神色疏淡倒, 只是碰巧遇到。 听见墨云舟的回答, 叶九九心中隐隐失落。 沈诚看了一下叶九九, 没有追问。 进了酒店, 叶九九被婚礼现场的布置 惊艳到了。 婚宴大厅, 满场都是粉色薔薇。 远远望去, 一排排的水晶椅 在满场的粉色薔薇的 映衬下美帝有些不真实。 就连守在燕厅门口的记者 都不禁感叹, 豪门路家就是不一样。 燕厅里, 前来参加婚礼的同学们 互相招呼, 三三两两地聊天。 谁也没有注意到, 墨云舟目光一直落在 摆放在中间的婚纱照上。 叶九九和沈诚聊着近况, 话题忽然转到了 墨云舟和许童身上。 沈诚神秘兮兮地说, 我听说墨云舟大学时 和许童在一起过, 叶九九呼吸一致。 好半晌, 她才喃喃一句, 是真的吗? 沈诚戳了她一下, 你怕什么? 许童都要结婚了, 他们现在不可能了。 虽然沈诚说的是事实, 但叶九九还是有些心慌。 时间一点点流逝, 婚礼却始终没有开始。 忽然, 不知从哪里传出一声, 新郎跑了。 声音落下, 场内立即开始嘈杂起来。 怎么回事? 叶九九和众人都还在那么疑惑中, 旁边的墨云舟忽然站起朝外跑去。 她吓了一跳, 下意识喊, 云舟。 墨云舟却像没听见一样, 直直跑了出去。 叶九九眼角忽然跳了下, 墨得站了起来。 沈诚健壮, 直接推了叶九九一把, 想去就去。 叶九九静了一瞬, 忠是起身追了出去。 刚到门口, 她就看见一身婚纱的许童 被一群记者围堵在中间, 进退不得。 许小姐, 陆先生是真的逃婚了吗? 今天的婚礼还能如期举行吗? 陆先生逃婚会影响陆氏和许氏的合作吗? 脸色难看地低着头, 却怎么也逃不过记者的话筒。 忽然, 墨云舟不知从哪里出现在许童身边, 一手把许童圈在怀里, 揽着她就朝后台走去。 经过叶九九面前时, 墨云舟余光都没分给她一眼。 叶九九身形猛地一僵, 她看着两人的背影, 脑海闪过沈程的话, 双脚忽然就像被钉住了一样, 心漠然空了下。 回到雁厅, 叶九九才发现, 高中同学群里面已经炸了。 我的天! 墨云舟把许童带走了。 你们发现没, 以前聚会的时候, 如果许童不来的话, 墨云舟也不会来。 我去! 墨不是这两人以前真有一腿。 看着这些消息, 叶九九嘴角露出了点苦涩。 忽然, 墨云舟的信息跳了出来, 抱歉, 今天有急事, 餐厅是提前订好的, 你可以自己去吃。 接着墨云舟还发了一个地址过来, 他们原本约好婚礼后一起去吃饭的。 叶九九脑海闪过墨云舟揽过许童的画面, 眼底的光微微暗淡了下去。 新郎逃婚, 婚礼临时取消。 不过几分钟时间, 参加婚礼的同学陆陆续续都走了, 就连沈城也被男朋友接走了。 叶九九一个人在路边等了会儿, 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准备离开。 他刚坐进车内, 一个男人忽然跟着坐了进来, 把他往李猛地一挤。 叶九九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男人对司机说, 快走。 叶九九顿时心中意紧, 有些害怕地看向男人。 只一眼, 他就认出了男人是谁, 一声惊呼脱口而出。 你是陆三少? 陆思安诧异看向叶九九, 我认识你, 我和许童是同学。 陆思安打亮了叶九九几眼, 来参加婚礼。 说完, 叶九九又忍不住问了句, 你为什么要逃婚? 陆思安理了李一傅, 漫不经心答, 我又不喜欢许童, 为什么要和他结婚? 叶九九不可置信, 那你为什么答应结婚? 陆思安逆了他一眼,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逃得又不是你的婚礼。 叶九九谋色沉下去, 扭头对司机道, 师父, 停一下。 几秒后, 车子在路边停下, 叶九九看向陆思安, 冷应着声音, 下车。 陆思安有些惊讶, 你知道我是谁, 还敢赶我下车? 叶九九不想再说, 直接把人推下了车。 砰一声, 车门关上。 下一秒, 车子在陆思安面前开走, 陆思安目瞪口呆地 看着扬长而去的车尾, 怒道, 该死的女人。 我记住你了。 第二天, 叶九九上班没多久, 就发现同事看自己的眼神都很奇怪。 休息时, 平日关系好的同事打开手机问他, 九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九九接过手机, 只见两条标报热搜挂在首页。 陆思安为陌生女子抛弃新娘逃婚。 佩图是叶九九和陆思安上 同一辆车的视频截图。 叶九九一惊, 只觉荒谬。 而另一条热搜则是, 大帅哥英雄救美新娘, 深夜同回某小区, 一夜未出。 佩图是墨云舟揽着许童朝后台走的照片。 照片中, 两人姿势亲密, 墨云舟的保护欲透出屏幕。 叶九九嘴角不禁泛起一丝苦涩。 同事问, 九九, 这都是真的吗? 叶九九眼神闪躲了下, 含糊其词道, 都是媒体捕风捉影胡乱说的。 同事将信将疑, 那之前传闻你和墨云舟是情侣是真的吗? 叶九九沉吟片刻, 摇摇头, 我们只是同学。 一下午, 叶九九都在逼着自己不去想热搜上的事情。 但是在查看航班安排时, 却忽然发现墨云舟居然请了一周的假。 叶九九排班表上墨云舟空白的行程, 心坠坠的。 几分钟后, 她咬了咬牙, 拨了墨云舟的电话出去。 但一直没人接。 在电话快要自动挂断的时候, 叶九九自己按了挂断。 她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没资格去质问什么。 有些话她虽然很想问, 却又害怕答案。 下班后, 叶九九在路边等车, 这时, 身前忽然停下一辆劳斯莱斯。 后座车窗降下, 竟是墨云。 叶九九一愣, 阿姨。 墨云没什么表情, 上车。 叶九九不明所以, 但还是上了车。 车上, 叶九九犹豫着开口问, 阿姨, 我们这是去哪里? 新闻上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墨云气冷淡。 我们现在去找云舟,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给我一个什么解释。 话落, 叶九九心里猛地一惊, 她组织了语言, 解释道, 阿姨, 事情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新娘许童是我们的同学, 云舟上去只是为了帮许童 拦开记者而已。 墨母半信半疑, 真的? 我等下问问云舟。 二十分钟后, 车子在越湖湾高级公寓停下, 叶九九跟在墨母身后, 停在一扇门前。 扣扣扣, 墨母敲门。 不一会儿, 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墨云舟看着门口的叶九九和墨母, 眼底闪过一抹诧异。 妈, 你怎么来了? 墨母冷笑, 来看看你做的好事。 这时, 卧室门忽然传出动静。 许童穿着睡衣从里面走出, 云舟, 我的牙刷, 你放哪里了? 叶九九呼吸一致, 大脑空白了一瞬。 墨母忽然一把推开墨云舟, 静止走进家门。 上下打量许童急眼后, 她暴毙责问, 昨天才和陆三少举办婚宴, 今天就出现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许小姐此举倒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许童一愣, 眼眶立刻红了。 妈, 许童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墨云舟醋眉, 言语间都护着许童。 说完, 她又看向许童, 你先进屋去。 许童拧着嘴唇进了屋。 墨云舟才招呼 一直站在门外的叶九九, 你也进来吧。 叶九九缓缓走近, 心中五味杂沉。 墨母则在沙发坐下, 看着墨云舟开门见山, 解释吧。 墨云舟神色未改, 语气淡然, 许童昨天经历了那样的事情, 我怕她想不开, 所以就带她回来了, 仅此而已。 墨母也不知信没信, 又看向叶九九, 那你和陆家三少的事情呢? 墨云舟没下意识一条, 什么事? 叶九九只好将自己和陆思安遇到的事情, 原原本本解释给墨母听。 最后说道, 阿姨, 我和陆三少真的没什么。 两人并排站在墨母面前, 彼此对视了一眼。 墨母淡淡扫了两人一眼, 最后一字一句说, 这件事, 我暂且就这样信了。 之后, 墨母起身离开, 临走前, 墨母特意强调, 还提高了音量, 同学帮忙也要有个度, 别忘了, 九九才是你女朋友。 墨云舟没什么表情, 应了声, 嗯。 墨母走后, 墨云舟立刻拿了车钥匙, 对叶九九说, 我送你回去。 车内, 叶九九犹豫了一瞬, 还是问道, 许童不回去吗? 墨云舟声音听不出情绪, 等过几天再说。 叶九九心一沉, 十几分钟后, 车子在小区内停下。 叶九九刚下车, 墨云舟突然叫住她, 叶九九。 怎么了? 叶九九回身看她, 墨云舟下车从后备箱里 拿出一套剑三手办, 递给叶九九。 我见你的钥匙扣和手机壳 都是剑三周边, 这套手办也是无意见看见的, 觉得你应该喜欢。 叶九九一愣, 声音里透着亚异, 给我的。 叶九九接过手办, 墨云舟就上车走了。 她看着消失不见的车尾, 心里又酸又涩, 忽然, 身后传来了一道带着性味的声音。 刚那不是许童的护花使者吗? 喂, 你们什么关系? 叶九九回头一看, 竟是陆思安。 她冷了神情, 要你管。 话落, 叶九九忽然又想起什么, 问道,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贫民窟? 陆思安眼底露出点嫌弃, 又立即补充道, 还有, 不准和别人说你见过我。 陆思安说完, 懒洋洋打了个哈欠走了。 叶九九有些无语。 几分钟后, 叶九九走出电梯, 迎面便撞上了正在开他隔壁房门的陆思安。 陆思安胡一问, 我邻居是你。 叶九九无声翻了个白眼, 砰一声, 门在陆思安眼前关上。 他摸了摸鼻子, 吐槽道, 刚在那家伙面前一副小绵羊模样, 在我面前脾气这么大, 真是人不可貌相。 叶九九把手办放在了床头柜上, 正傻笑着, 包里手机突然响起一串消息提示音。 他点开手机一看, 才发现高中同学群里又炸了。 大家都在爱特他和墨云州。 听人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是真的吗? 叶九九心里一紧, 有些慌乱。 下一秒, 墨云州忽然在群里回复。 没有, 叶九九看着墨云州发的那两个字, 感觉喉尖有什么东西被耿住, 鼻尖都开始发酸。 群里消息不断更新, 其中一条显得十分刻薄。 我就说嘛, 叶九九那么普通, 怎么可能和墨云州有关系? 还有人单独爱特叶九九, 问, 九九, 陆三少逃婚, 真的是为了你吗? 叶九九深吸了口气, 低头打字, 不是。 之后, 叶九九便设置了群消息免打扰, 不理会里面的一切。 他无意识望着天花板, 心里涌起一阵疼痛, 细细蜜蜜。 几天后, 墨云州休假结束, 回来正常上班。 南方七千一百准备就绪, 请求起飞。 可以起飞, 状况正常。 叶九九说完, 冷静结束了和墨云州的对话。 他看着飞机起飞离开机场, 心里忽然像被什么折了一下。 从前, 塔台频道里的对话, 是他们最安全的联系方式。 可现在, 他却患得患失, 一切就像航线飞错了一般。 第二天, 叶九九正在看手机, 一条新闻推送跳了进来。 女星许同现身英国购物, 帅气神秘男子半起左右。 偷拍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但叶九九还是一眼认出了 所谓的神秘男子就是墨云州。 而昨天墨云州飞的是国际航班, 终点就是英国。 没多久, 墨云州的信息也来了。 我最近有点忙, 暂时不要来找我。 如果我妈突然找你, 短信联系我。 叶九九看着屏幕上的字, 心顿时纠成了一团。 几天后, 塔台, 叶九九照常把手机放进 直搬式盒子准备上班, 老家邻居婶婶 却忽然打来了电话。 她立即滑了接听, 喂, 话筒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 九九, 你奶奶晕倒了, 现在送到医院去了。 叶九九身形猛的一阵, 挂了电话, 她马上和同事交接了工作, 下塔台去找主管请假, 交去人民医院。 叶九九等在手术室外, 眼眶忍不住红了。 她曾几度提起 接奶奶到市区一起住, 可奶奶却始终不愿离开老房子, 没想到居然真的出事了, 不知过了多久, 手机忽然响起, 竟是墨云州打来的电话, 叶九九没接, 可电话挂了又响, 在寂静医院, 显得异常突兀。 铃声第三次响起时, 叶九九滑了接听, 她努力稳住情绪, 不让自己露出破绽。 喂, 你在哪儿? 他们说你突然请假了, 发生什么事了? 墨云州突然来得关心, 让叶九九的情绪 有一瞬地泄露。 我, 原本被抑制地害怕不安, 骤然窜出几分。 墨云州敏锐捕捉到了, 随后又听见叶九九这边 传来喊医生的声音。 她顿了顿, 问道, 你在医院? 叶九九咬着嘴唇, 从喉咙里发出声。 嗯, 下一秒, 她就听见她说, 我这就过来, 等我。 墨云州来得很快, 看见她的那一刻, 叶九九莫名一阵心安。 墨云州轻声问, 情况怎么样? 叶九九摇头, 不知道。 墨云州没再问, 陪在叶九九在旁边坐下。 一个小时后, 手术结束, 叶九九看着走出来的医生, 立即迎上去, 我奶奶怎么样了? 医生摘了口罩,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只要醒来就好了。 叶九九松了口气, 她跟着护士把奶奶推进病房, 一时间静忘了顾上墨云州, 等她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她没进病房。 把奶奶安顿好后, 叶九九拿着手机朝外走, 刚走到门口, 正好碰见墨云州朝这边走来。 叶九九走近问, 很晚了, 你想吃点什么? 我去买。 墨云州看着她, 神色有些为难, 许童打电话来说, 家里忽然停电了。 抱歉, 我要走了。 叶九九愣了下, 拿着手机的手挤了紧。 下一秒, 她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你去吧, 这里我一个人可以的。 墨云州看了看叶九九, 没再说什么, 走了。 叶九九站在走廊里, 只觉眼眶有些酸胀。 好在奶奶做的只是一个小手术,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 就可以回家慢慢休养了。 出院前医生百般叮嘱, 感冒就要立即来医院, 不要再拖到晕倒, 这样对老人很危险。 回到家, 叶九九二话不说, 就开始帮奶奶收拾东西, 语气坚决。 奶奶, 这一次你一定要跟我去市区住。 奶奶拉住叶九九, 我不能走, 要是连我也走了, 老头子一个人会很孤独。 叶九九有些心酸, 奶奶, 爷爷已经走了二十多年, 他也一定不想看见你一个人。 可无论叶九九怎么说, 奶奶就是不肯离开老家。 叶九九只好在回市区前, 拜托邻居审神家, 多帮忙照看奶奶一点。 一周后, 航空公司组织部门团建活动。 玩游戏的时候, 叶九九和墨云州恰好都被分到了真心话大冒险组。 酒评一转, 选什么自己决定, 惩罚内容却是花样百出。 转到叶九九的时候, 他选了真心话, 说一下怎么喜欢上你初恋的。 叶九九眸色轻闪, 陈吟片刻才到, 我和他是同学, 有一次我滴血糖, 大家都没发现, 可他却注意到了, 还背着我去了医务室。 之后, 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送给我各种糖, 就这样。 话落, 叶九九感觉墨云州看了他一眼, 可他却没有勇气抬头。 九九, 没想到你这么纯情啊。 同事感叹道。 紧接着, 又有同事转动了瓶子, 再来再来。 最后一轮的时候, 瓶口竟恰好转到了墨云州。 大家顿时八卦起来, 问道, 你和大明星许同什么关系? 他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人。 煞时间, 众人连连惊呼, 云州, 有情况啊, 这是。 众人起哄的热闹声里, 叶九九垂下了眼眸, 仿佛被隔绝在外。 晚上九点多, 活动结束, 大家陆续离开。 叶九九也正准备走, 墨云州突然叫住他, 我们谈谈吧, 去咖啡厅。 叶九九心一颤, 像是预感到什么, 就在这儿说吧。 墨云州皱眉, 感受到叶九九的对抗, 但他还是开口, 让你扮演我女朋友的事情, 就到今天吧。 叶九九胸口的酸涩难以抑制, 他深深吸了口气, 才道, 好。 墨云州不知为何, 心头莫名烦躁不已。 明明只是一场交易, 见叶九九转身就要走, 他又开口, 这段时间, 谢谢你帮我应付我妈。 叶九九抢笑, 是你帮了我。 说完, 他不顾墨云州, 还想再说什么的神色, 静止大不离开。 回到家, 叶九九躺在床上看微信, 突然发现许童更新了条朋友圈。 他点进去, 是一张图片, 女友视角地偷拍墨云州吃饭的照片。 不少人在下面评论, 配一脸, 这才是真正的男神配女神, 之前拉叶九九和云州配对的, 什么眼神啊。 叶九九逼着自己关了手机, 拿被子蒙住了头。 黑暗中, 他觉得心口好痛。 接下来的日子, 一切似乎重回原点。 叶九九在塔台的指挥依旧冷静, 还获得了荡月最佳。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这段时间, 他在躲墨云州。 这天下班回家, 叶九九刚到小区门口, 就看见路斯安被一群记者堵在中间。 路斯安眉眼紧促着, 不胜其烦。 忽然, 一个眼尖的记者发现了叶九九。 这不是那个和路斯安一起私奔的女人吗? 她也住这里, 他们肯定住在一起。 一群记者立即冲上前, 将叶九九团团围住。 叶九九满脸慌乱, 还没反应过来, 手腕促然被人抓住, 一股力道把她猛地一拉。 叶九九就被路斯安塞进了车里。 路斯安发动引擎, 车子迅速汇入车流。 叶九九揉了揉有些发红的手腕, 怒道, 你拉我上车干什么? 路斯安翻了个白眼, 那我现在放你下去。 叶九九顿时气得咬牙。 这时, 路斯安低骂了句, 该死。 下一秒, 车速明显加快。 叶九九下意识朝反光镜看了眼, 后面有追车。 她一惊, 忙道, 你小心一点。 话落, 路口处突然窜出一个乱过马路的行人。 路斯安瞳孔一震, 猛打方向盘。 砰! 车子撞在了旁边的护栏上。 叶九九很快被送到医院。 待了没多久, 墨云舟忽然来了。 叶九九很是意外。 墨云舟来得匆忙, 上下打量叶九九急眼, 确认她身上没事后, 不自觉松了口气。 她站在床边, 轻声问道, 医生怎么说? 轻微脑震荡, 休息几天就好了。 墨云舟又看了眼旁边病床上的路斯安, 皱了皱眉, 你怎么会和她一起出车祸? 叶九九将事情经过都说了一遍。 等她说完, 墨云舟突然反问了一句, 你和她现在是邻居? 嗯, 墨云舟眉头皱得更紧, 以后离她远一点, 你和她并不相配。 闻言, 叶九九心口猛然一缩。 她攥紧手, 声音不自觉冷下来, 我和她本来就没有关系, 我也知道自己和普通, 和她不配。 墨云舟一时间无言, 气氛一瞬僵硬。 半想, 墨云舟才开口,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墨云舟出去后, 旁边昏睡的路斯安, 书弟睁开眼。 她撑起身看向叶九九, 眼里带着玩味, 喂, 你跟她的关系还挺复杂。 说完, 路斯安又摇了摇头, 责然两声, 你这个样子, 可不是许童那女人的对手。 叶九九白了她一眼, 没理会。 晚上, 路斯安就被几个彪形大汉 强行接走了。 紧接着, 陆氏集团就发布了声明, 所谓逃婚都是误会, 路斯安和许童的婚礼 会择期重新举行。 网上顿时议论纷纷, 叶九九自然也看见了。 她心里却忍不住想, 如果墨云州看见了这条新闻, 她会是什么心情。 第二天, 墨云州下班后直接来到医院。 她刚走到病房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 病房内, 沈承语重心长地劝着叶九九。 你已经喜欢墨云州十年了, 再不表白, 等到许童反悔不嫁陆三少, 你可就真的没机会了。 叶九九声音滴滴的, 我不能说, 我怕说了, 连同事, 同学都没得做。 说完, 她感觉到什么, 忽然一抬头。 煞时间, 叶九九目光和门口的墨云州 对个正着。 叶九九身体顿时一僵, 审承不明, 所以转头, 神色也是一惊。 下一秒, 她善笑起身, 拿了包就往外走。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说, 病房一阵静默。 最后, 墨云州率先打破了沉默, 你们刚刚说的, 是真的。 隐匿许久的秘密, 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曝光, 叶九九反而生出一点 孤注一掷的勇气。 她攥紧手, 直直看着墨云州, 眼底是从未有过的坦然。 是, 我喜欢你。 从大学到现在, 我一直都喜欢你。 墨云州顿住了, 眼底闪过一抹深沉复杂的情绪。 但她什么也没说, 竟只是拿了床头的空水壶走了出去。 叶九九满掌的情绪一瞬跌落下去, 鼻尖泛起酸液。 还没等她平复下去, 病房门又被打开。 这一次, 竟是墨云突然来了。 叶九九一愣, 很是诧异, 阿姨, 您怎么来了? 墨云走到床边, 言语间带着些责怪, 云州也真是的, 你出车祸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告诉我? 叶九九顿时有些尴尬, 同时也意识到墨云州还没把两人假装情侣的事情告诉墨母。 她想了想, 自己和墨云州的合约既然已经结束, 也不好再欺瞒墨母。 她迟疑开口, 阿姨, 我和云州其实不是, 妈, 九九这里有我就行了。 墨云州突然走近, 截断了叶九九的话。 不到半小时, 墨母就被墨云州三言两语打发作, 屋内再次只剩下二人。 叶九九深吸了口气, 我们这样骗着阿姨不好, 这件事, 以后再说。 墨云州再次打断了她的话。 叶九九一开视线, 心里像是被什么给折了一下, 有些刺痛。 她有种冲动想问问她和许童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 耳畔却默然响起墨云州的声音。 叶九九, 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吧, 让我陪在你身边。 墨云州话落, 叶九九大脑有一瞬的空白, 心里更是一片复杂凌乱。 她呆呆看着她的眼睛, 天人交战好一番后, 决心不去想那么多。 她微微起唇, 语气坚定, 好。 两人正式开始交往, 之后的日子, 就像叶九九无数次幻想的那样。 两人会一起吃饭, 在周末一起逛街, 买情侣饰品, 美好的日子让她时常觉得简直不像是真的。 这天周末, 两人约完会, 墨云州送叶九九回了小区。 叶九九刚准备开门, 身后电梯忽然走出来一人, 竟是在医院被抓回去的陆思安。 叶九九一皱眉, 你怎么回来了? 陆思安轻吃了生, 反正老子死, 也不会娶那个女人。 叶九九放在门坝上的手, 梳地握紧。 叶九九贴了她一眼, 告诫道, 刚在在楼下我都看见了, 是她送你回来的。 你最好小心点, 没了我她肯定会马上找些人。 心备胎的。 说完, 陆思安便直接开门进了屋。 一整晚, 叶九九心里都满是不安, 几近失眠。 第二天, 叶九九才起床, 就看见一条热搜战举首页。 婚约解除, 许童发长文, 疑似被辜负。 许童在微博里这样写道, 我又单身了, 一切发生得很突然。 记得举办婚礼的前一天, 我反复向你确认, 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你说是, 可后来, 新闻发出后, 网友几乎都在心疼许童, 就连同学群里也满是安慰。 大家都在说, 分了也好, 是那个姓陆的, 配不上女神。 我早就猜到了, 墨云舟和许童才是真爱好吧。 叶九九看着群里的言论, 心里堵得难受。 她想要宣誓主权, 可看到墨云舟一言未发, 她手在键盘上就怎么也按不下去。 航空公司塔台, 叶九九神色专注, 冷静指挥着来往飞机。 她注视着远处墨云舟的航班, 缓缓开口, 南方七千一百, 塔台叫。 塔台请讲, 南方七千一百。 听着耳机内传出的陌生男生, 叶九九心里一惊。 但下一秒, 她又很快平静下来, 南方七千一百, 准备滑出, 零五跑道就绪。 收到, 南方七千一百。 下班后, 叶九九第一时间去了办公室, 查看今天的航空安排。 看着墨云舟那一栏的临时请假, 四个字, 昨天的那阵不安再次席卷全身。 叶九九立即掏出手机, 拨了墨云舟的电话。 嘟嘟。 几声接通声后, 听筒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电话竟被人挂断了。 叶九九心中突得一空, 她满是慌乱地离开航空大楼, 直奔墨云舟家而去。 公寓门口。 叶九九抬手敲门, 扣扣扣。 门很快被人从里面打开。 云舟, 叶九九脱口而出, 声音又戛然而止。 开门人竟是许童。 许童一头湿发, 身上只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衬衣。 叶九九定睛一看, 那衬衣甚至还是自己给墨云舟买的。 叶九九心间一颤, 哑着声音问, 云舟呢? 许童慵懒地已在门上, 她睡了。 叶九九心间猛地一次, 许童又继续说道, 这些年, 我和云舟分分合合, 闹了不知道多少回, 可兜兜转转下来, 我还是放不下她。 很抱歉, 因为我和她之间的事情连累了你。 许童的眼神怜悯, 充斥着居高临下的同情。 她甚至让开门, 要不, 你先进来, 等她醒了, 和你亲自说。 短短一瞬间, 叶九九感觉脑海里有什么东西断了。 她死咬着唇角, 从喉咙里发出声音, 不, 不用。 话落, 叶九九转身就走, 身形狼狈慌乱。 晚上八点多, 叶九九刚浑浑噩噩到家, 邻居婶婶忽然打了电话过来。 她滑了接听, 婶婶, 怎么了? 邻居婶婶声音带着哭腔, 九九, 你奶奶从楼梯上摔下去, 人没了, 人民医院太平坚。 昏暗的灯光下, 叶九九看着奶奶冰冷的尸体, 脸上是从未有过的麻木。 她没有哭, 平静地可怕。 可在这平静的外表下, 有什么已经在碎裂, 快要坍塌? 莫名的, 她突然很想打电话给墨云舟。 嘟嘟嘟, 电话那头声音响了许久, 却迟迟没有人接起。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 叶九九的心, 随着那冰冷的人工智能声音, 一寸寸粉碎。 好痛, 心痛得她快要死了。 可说好要陪在她身边的人, 消失得干干净净。 殡葬车将奶奶拉往殡仪馆。 下午, 叶九九带着奶奶的骨灰回了家。 哭作了许久, 她动手拉黑了墨云舟所有的联系方式。 三天后, 叶九九回了航空公司, 她把一封辞呈递给主管。 主管, 我打算离开了。 一周后, 墨云舟回公司上班。 起飞时, 她才愕然发现塔台管制员的换了人。 问副机长后, 副机长摇摇头。 云舟, 你几天没回来上班都不知道, 塔台的叶九九突然离职了, 现在管制员换成了方姐。 墨云舟醋了醋眉, 表情难看。 下了机, 她打开手机, 竟发现自己被叶九九从所有的联系名单中删除。 她攥紧手机, 如同被抛弃的孩子一般站在原地, 只觉从未有过得无措茫然。 三年后, 纸兰会所, 同学聚会。 墨云舟已经成了航空公司的执行总裁。 因为飞快的升迁速度, 甚至有传言说, 她其实是大政集团的少东。 同学们陆续到来, 看见墨云舟和许童就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许童笑了笑, 正要回答。 经理忽然走进包厢, 看向许童, 许小姐, 很抱歉, 这个包厢已经有人定了。 周围同学惊讶问, 那我们要换地方。 许童面子有些挂不住, 立即笑着说, 是谁定的? 我去和她商量, 不会有人不卖我许家这个面子。 经理没有说话, 唯一迟疑, 许童已经绕过她走了出去。 许童刚出包厢, 就迎面看见一个女人朝这边走来。 一头金色长发, 贴身皮衣, 勾勒妙曼身材, 戴着墨镜, 气场强大。 看见女人走过来, 经理神色利变, 连忙上前鞠躬道歉。 叶总, 是我们失误, 把您定的包厢弄错了, 请您原谅。 女人随意应了声恩, 忽然摘下墨镜, 看向许童和包厢里的同学。 好久不见, 众人面面相去, 无比茫然, 只有墨云舟突然变了脸色。 只见女人红唇带笑, 再次起唇。 不认识了, 我是叶九九。 所有人大吃一惊, 你是叶九九。 怎么可能? 好像真的有点像, 顶着一头金发的叶九九点点头, 轻松道, 是我。 许童脸上渗透出一点尴尬, 但又很快被她掩饰下去。 九九,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叶九九笑了笑, 视线穿过许童落在后面的墨云舟身上, 墨云舟, 好久不见。 墨云舟点了下头, 神色晦暗不明。 许童抬头看了她一眼, 眼底有情绪一闪而过。 九九, 解决了吗? 走廊处忽然传来一道难声。 叶九九回过身, 笑道, 遇到老熟人了。 一身黑色西装的陆思安走到叶九九旁边, 唇角青阳, 是吗? 都有谁? 说完, 她便转头看向了众人。 有人认出她, 下意识惊呼出声, 你不是许童的, 喊到一半, 那人又突然加断了话头。 空气有一瞬静默, 陆思安站直身体, 面向那人, 无所谓道, 我和许童当初都是因为家族关系, 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你们说出来也没什么。 是啊, 现在我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没什么的。 许童接话道, 许童知道, 陆思安刚刚承认得那么坦荡, 如果他不说点什么, 只会趁得自己斤斤计较。 对于他的话, 陆思安只笑了笑, 他侧头看向叶九九, 既然是你的同学们, 包厢就不用换了吧。 叶九九没意见, 转头看向经理, 重新安排一个包厢, 地方大点就行。 经理脸上立即挂起笑, 忙道, 好的叶总, 我这去安排。 叶九九点头, 看向众人, 我还有事, 以后再和大家约。 说完, 他便和陆思安转身并肩离开。 陆思安转身时, 忽然察觉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他抬头看过去, 是墨云舟。 陆思安没有理会, 收回视线跟上叶九九。 经理弯腰, 叶总慢走。 众人看着经理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围在一起窃窃私语道, 叶九九居然能让指南会所的经理如此对待, 即便是对许童, 经理也没这样啊。 一个顶着大波浪的女人感慨道, 刚听经理一直叫她叶总, 她现在应该混得很好吧。 话落, 旁边人突然戳了她一下, 示意她看许童的脸色。 在这中间, 谁也没有注意到墨云舟已经离开了包厢。 走廊里, 叶九九和陆思安正走着, 身后忽然传来声音, 叶九九。 两人齐回头, 在看见来人是谁时, 叶九九身形有一瞬僵硬。 陆思安看了她一眼, 很自然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先解决。 说完, 她直接走到了走廊尽头的拐角处, 给足了叶九九和墨云舟单独说话的机会。 叶九九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在嘴角扬起点笑, 有什么事吗? 墨云舟声音低沉, 听不出情绪, 离开航空公司, 你去了哪里? 我出国了。 奶奶的事, 我后来听说了, 抱歉,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 事情已经过去了。 叶九九眼底闪过一抹色意, 急声打断了墨云舟的话, 空气变得凝固起来。 半晒后, 墨云舟才起唇问道, 你和陆思安现在什么关系? 叶九九正了下, 缓缓开口。 他现在是我未婚夫。 墨云舟促然一愣, 叶九九不动声色一开眼, 抱歉,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说完, 他便转身离去。 墨云舟看着叶九九走向陆思安, 最终两人消失在拐角处。 他站在走廊里, 谋色渐身。 许童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 轻挽住他手臂。 云舟, 你在看什么? 墨云舟若无其事抽出手, 脸了神色, 没什么。 话落, 他便转身朝包厢走去。 许童看着突然空了的手, 心里莫名涌上一股不安。 但下一秒, 正我不安里, 又隐藏了几分不甘。 同学会包厢内, 之前的波浪女人戳了戳沈成。 沈成, 你和叶九九玩得最好, 这几年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出国创业去了。 沈成回答得很敷衍, 大家都是成年人, 见他这个样子, 只好兴兴地岔开了话题。 晚上八点, 风林餐厅。 叶九九和陆思安并肩而坐, 神色诚恳。 他缓缓举起酒杯, 轻笑道, 何总, 我和思安还要劳烦您多多指教呢。 他们看着对面坐着的中年男人, 一脸虚心受教的模样。 其实你们想要在本市开展业务,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和墨市合作。 这几年, 自从墨云州接手墨市以后, 墨市市价一路高走, 现在本市至少一半的业务都是墨市的。 墨市在房地产行业也是做得风生水起。 听说小叶从前也是墨市旗下航空公司的员工, 以我对墨总的了解, 这样的小忙他还是愿意帮的。 叶九九抿着唇, 看不出情绪。 陆思安短促笑了下, 接道, 多谢何总指点, 有了您值得这条路, 我和九九走起来也方便些。 何总扫了他一眼, 一由所指, 你当初要是乖乖听你爸的话, 娶了许家的女儿, 哪里需要像现在这样自己在外跑? 以前这不是年轻吗? 想着要自己闯出一番事业, 现在既然已经, 那自然不能半途而废,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说完, 陆思安不动声色看了眼夜九九, 发现他没什么表情, 眉色间隐隐有些失落, 饭局结束后, 夜九九和陆思安将何总送到门口, 何总, 慢走。 何总微微点头, 上车前又看向陆思安, 你如今回来了, 真不打算回家。 陆思安摇了摇头, 语气缓慢坚定, 会回去的, 但不是现在。 何总叹了口气, 转身上车, 车子发动前, 他又隐隐瞥了眼夜九九, 嘴唇动了动。 自古英雄难过, 车子越来越远, 最后几个字已经难以听清了。 陆思安收回视线, 看向夜九九, 走吧, 一起回去。 夜九九面色如常, 点了点头。 回国前, 两人已经提早在本市买好了房子, 选的地段算是中上等, 离工作是很近。 和之前一样, 两人住对门, 当邻居。 回到家, 夜九九先忙了会儿工作后, 才去洗漱, 等他洗完澡出来,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 接近凌晨的小区, 安静得仿佛没有一点人声, 远处隐隐绰绰有灯光亮起。 夜九九走到窗边拉起窗帘, 视线不经意往下时, 突然在楼底下的树旁, 看到一辆熟悉的车子。 他仔细盯紧看了几眼, 但终究因为隔得太远, 光线过暗, 虽然能勉强看清车身轮廓, 但却无法辨认。 夜九九收回视线, 彻底拉上窗帘。 莫名的, 他脑海忽然浮起了墨云舟的身影, 攥着窗帘的手不自觉紧了紧。 叮铃铃, 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将夜九九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走到床边拿起手机, 目光落在来电号码上, 输地一领。 虽然是个没备注的号码, 但他还是认出来了。 是墨云舟? 夜九九有一瞬的愣神, 他之前在国外的号码早就注销了, 如今是回国后重新办理的新号。 墨云舟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长时间没接, 电话已经自动挂断。 就在他以为墨云舟不会再打来时, 铃声又再次响起。 夜九九嘴角抿得紧紧的, 看着电话再次自动挂断屏幕膜下去后, 将手机开了静音。 他告诉自己, 他愿意和陆思安一起回来, 也只是因为工作的事情而已。 三年前, 他像个傻子一样, 被墨云舟耍来耍去, 现在, 他不会让自己重蹈覆辙。 第二天, 夜九九照常买了早餐站在小区门口等着。 不一会儿, 一辆宾利在他面前停下, 陆思安从驾驶座走了下来。 他帮他打开副驾驶, 夜九九坐了进去。 直到车子离开, 二人都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古斯特。 半晌后, 古斯特突然启动汇入车流, 最终在墨氏集团大楼前停下。 墨云舟从驾驶位走下, 顺手将钥匙递给了早就等在门口的司机。 总裁专用电梯里, 墨云舟看着电梯门上镜子里的自己, 眸色低沉。 昨天在会所里看见夜九九时, 他最初以为, 自己会像三年前一样, 没什么好在意的。 可看着他和陆思安并肩离开的背影, 他的心却不可受控地像被什么折了下。 就连最后同学聚会玩游戏时, 他也是心不在焉。 突然, 钉一声, 电梯门缓缓打开。 短短一瞬, 墨云舟已经脸了神色, 恢复了一贯的神情。 他刚走进办公室, 助理从后面跟上来, 将一份文件递给他。 墨总, 今年和墨氏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名单 已经整理好了。 墨云舟松了外套, 结果文件在办公椅上坐下, 你先去忙吧。 好的, 墨总。 助理出去后, 墨云舟没急着看手中的文件, 反而掏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出去, 帮我查两个人。 与此同时, 许佳, 刚从同学群里退出聊天的许童, 心里忽然跳空了一瞬。 他想起昨天墨云舟在夜九九出现后的反应, 钻紧手机打了个电话出去, 哥, 帮我查个人。 久安工作室, 总经理办公室, 夜九九坐在陆思安对面, 眉眼间透着不解。 昨天何总说的话不无道理, 刚刚开会, 大家也都支持和墨市合作。 最后表决时, 你为什么要反对? 陆思安嘴角露出点自嘲, 久久, 你别看昨天在会所, 我表现得那么大度, 但其实我, 夜九九睫毛轻颤了下, 瞬间明白了陆思安反对的理由。 还记得他刚跟着他到国外的那一年, 他总是会半夜惊醒, 有时候听见门外的动静, 还会忽然跑去开门。 当看见外面什么也没有时, 也没有立即关了门回房, 而是对着空荡荡的门外发呆。 陆思安如果听见了动静, 就会走到他旁边, 也遇到, 怎么, 不会是后悔和我出国了吧? 夜九九不说话, 他就继续说, 你要是现在就回国, 说不定还能和许同争一争。 那个时候的陆思安, 嘴巴依旧狠毒, 还得礼不饶人。 但也正是有了他在身边不厌其烦的野鱼, 他才能那么快地走出来。 夜九九看着身前的陆思安, 眼神坚定, 陆思安, 你放心, 我不会动摇的。 我不是不放心你, 我是不放心我自己。 陆思安看着夜九九, 语气冷清平静, 却又是不容人忽视的认真。 九九, 不要低估了一个男人的战友欲。 夜九九正了下, 没想到陆思安会说出这番话, 就像去年情人节, 他突然对自己表白一样, 猝不及防。 二人都没说话, 办公室忽然静下来, 似是能听见墙上滴答转走的时钟一样。 办赏后, 夜九九忽然说了一句和工作完全不相关的话。 陆思安今天一早打电话来问, 我们结婚是打算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他好提前做准备。 陆思安一愣, 下意识问, 你想在哪里? 国外。 夜九九回答得毫不犹豫。 好, 就听你的。 陆思安, 我和夜九九略意停顿, 声音平稳继续, 我和墨云舟已经不可能了。 更何况, 他身边现在已经有许童了, 我总要朝前看的。 陆思安仔细打量了夜九九的神情, 确认他不是为了敷衍自己。 心底的担忧被抚平, 陆思安也冷静下来, 我这就让人去约墨市的人。 夜九九点头, 嗯。 几天后, 墨市集团顶楼。 墨云舟看着调查来的结果, 谋色愈发深邃。 当初夜九九突然离职, 他也曾查过他的去向, 可最终他什么都没查到。 他没想到, 夜九九竟是和陆思安一起直接去了国外, 如今他们还一起创立了公司。 片刻后, 墨云舟一开视线, 拨了公司内线给助理。 如果有九安工作室的人过来, 想要合作, 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的,墨总。 下午五点多, 陆思安继续留在工作室里处理工作, 夜九九准时下班去采购点东西。 他在门口敲了敲门, 我先走了。 陆思安从文件里抬起头, 路上小心点。 超市里, 夜九九一边推着购物车, 一边在货架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个超市真的很大, 里面充足的冷气, 让夜九九只想赶快选完出去。 砰! 购物车突然撞上了什么, 发出一声巨响。 夜九九连忙抬头一看, 身形顿时一僵。 对面的男人双手轻轻搭在购物车上, 精致挺刮的西装, 极致地凸显他的英姿俊挺。 这样近的距离, 还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夜九九不知道那是什么香味, 若有四五。 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墨云舟也几乎是同时看了过来。 夜九九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墨云舟, 一时静忘了, 见他没说话, 目光往他购物车里扫了一眼。 牛奶、酸奶、 牛油果、 芒果、 沐浴露、 夜九九购物车里所有的东西 几乎都是双份的。 想到那天早上看到的画面, 墨云舟眼神疏地一按。 两人相对无言, 一时间都没有开口。 这要巧! 夜九九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墨云舟点了点头, 嗯。 又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 夜九九道, 我还要买点东西。 墨云舟点了点头, 二人擦肩而过。 夜九九推着购物车走了很远, 重重呼出一口气。 墨云舟看着他在原地站了会儿, 才又推着购物车去选东西。 夜九九买单的时候, 他和他中间隔了几个人。 他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将东西放进购物袋里, 东西多得放了满满一大袋。 全程, 夜九九几乎看都没看收银价钱那几排方形盒子。 墨云舟视线缓缓上移, 神色有些微妙。 几分钟后, 夜九九正提着一大袋东西朝停车场走着。 忽然, 袋子上传来另一股力道, 将他夺了过去。 夜九九一惊, 下意识回头。 当他看到夺袋子的人是墨云舟时, 眼底闪过极抹震惊和无措。 墨云舟看着夜九九, 语调淡然。 你车在哪儿, 我帮你提过去。 夜九九心顿时凸得一跳, 但他表面却是一片平静。 不用了, 说着, 他就要去拿过墨云舟手里的袋子。 但墨云舟忽然后退一步, 面上是一贯的温和内敛, 带路吧。 夜九九拿不回他手中的袋子, 只好转身走在他前面, 朝自己的车走去。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谁都没有说话。 没多久, 夜九九站在一辆宝马前, 按了下车钥匙解锁, 到了。 他转身朝墨云舟伸手, 给我吧。 墨云舟将袋子递上, 看着他把东西放进了后备箱。 后备箱关下来的那一刻, 墨云舟他忽然开口问道, 你和陆思安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他明明已经知道了结果, 却还是想要再亲口问他一遍。 夜九九呼吸微微发紧, 他定了定神, 在开口时嘴角已挂起淡淡笑容, 去年, 什么时候结婚? 夜九九不想自己这么被动, 反问道, 你呢? 你和许童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墨云舟没有回答。 夜九九眼底泛起一丝自嘲, 又很快被他压下去。 他钻紧车钥匙, 我先走了。 说完, 夜九九已经打开车门, 坐进了驾驶座。 车子很快被启动, 夜九九打着方向盘离开停车场。 车窗外的景色如走马观花般掠过, 暮色渐浓, 整座城市聋上了一层淡金色, 暖暖的, 多了几分瑰丽。 夜九九瞥了眼窗外的景色, 心情渐渐平和下来。 许家, 许童看着哥哥许静也发来的文件, 眉头狠狠猝了起来。 他没想到, 夜九九当初消失不见, 竟然是攀上了陆思安。 叮咚, 一条新消息跳了进来。 短短三年时间, 陆思安能够不凭借任何家族实力 在国外成立一家公司, 还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实力不可小觑。 小童, 你当初是真的小看他了。 许童看着许璐也发来的消息, 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夜九九回到家, 将买来的东西放好后, 又提着另一份去了陆思安那边。 他刚把冰箱里的东西放完, 手机突然想看起来。 夜九九放下手中动作, 从口袋里取出手机。 见识陆思安打来的电话, 他直接滑了接听。 喂, 之前在国内的几个朋友, 说给我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 要一起去吗? 陆思安在那边问道, 夜九九没立即回答, 想了想, 我去了不会影响你们吗? 陆思安见夜九九没有直接拒绝, 便知道有希望, 那我来接你。 夜九九沉吟片刻, 点了点头, 嗯, 挂完电话, 夜九九以最快的速度 把剩下的东西放好, 回家重新换了身衣服。 半个小时后, 夜九九拿着包出了门。 当他出了电梯, 走到一楼单元门楼道口的时候, 才发现外面静下起了小雨。 夜九九看了眼时间, 决定转身上楼去拿伞。 九九。 身后忽然传来声音, 夜九九下意识回头一看, 就见陆思安一手持着黑色的伞 朝他走来。 夜九九看着他踩过满是雨水的小路, 在自己身前站定。 怎么掀下来了? 我算着时间感觉, 你快到了, 索性就掀下来了。 陆思安将手臂上搭着的外套 披在夜九九身上, 长臂一伸, 将人揽在怀里, 走吧。 夜九九摸了摸身上披过来的外套, 我身上有外套, 现在又下了雨, 你快穿上。 陆思安按住他要脱下外套的手, 直接将人带到副驾驶车门边, 打开门, 让他先上车。 车外雨声缠缠, 陆思安上车后, 没着急发动车子, 缓缓说道, 默氏那边给回复了。 夜九九系安全岛动作一顿, 他们怎么说? 答应合作吗? 陆思安忽然侧身看向夜九九, 黑眸深邃。 合作没什么问题, 但之后所有的工作, 墨云州要亲自和我们交涉。 夜九九醋了醋眉, 并没有注意到陆思安眼底的神色 有什么不对。 他想了想, 很冷静地分析道, 我们和墨氏提出的合作, 对墨氏来说应该不算什么, 就算要和我们交涉, 不应该是运营经理或者市场总监吗? 陆思安一开视线, 回身作证,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懂墨氏的运营方式吧。 说完, 他便直接发动引擎, 打着方向盘驶出小区。 西路酒吧, 夜九九下了车, 便一路跟着陆思安进了三楼的包厢。 刚进去, 夜九九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忽然被陆思安猛地往后一拉, 紧接着砰的一声, 数不清的彩片从头顶飘落。 不一会儿, 包厢内便响起一阵暴笑。 夜九九被陆思安挡在身后, 神色有些猛。 陆思安浑身落满了彩色亮片和花瓣, 但他没急着去管, 而是回身看向夜九九。 没吓到吧? 夜九九看着他脸上的亮片, 下意识笑了下, 我没事。 陆思安见他没事, 转身看向包厢内的三人, 唇角一掀, 恢复了从前的吊耳郎当。 我好不容易求来的未婚妻, 你们要是给我吓跑了, 可别怪我不念兄弟之情。 三人齐齐朝陆思安翻了个白眼, 看向夜九九, 弟妹。 夜九九神色一正, 对这个称呼有些陌生。 一旁的陆思安突然择了声, 似是不满意这个称呼。 和明上前捶了他一拳, 你责什么责, 难道你不是我们里面最小的? 陆思安朝夜九九贪了贪手, 带着点无奈, 又像是在告状。 夜九九见他那样, 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上前看向几人, 正是自我介绍道, 我叫夜九九, 你们可以直接叫我九九。 好, 夜九九和陆思安刚在沙发上坐下, 三人就在茶几上摆上了十几瓶啤酒。 叫你陆老三, 你还真消失了三年啊, 这次要不是我爸告诉我, 我们都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说话的, 是上次何总的儿子何明, 所以, 今天这顿酒你喝还是不喝。 陆思安叹了口气, 你都这样说了, 我能不喝。 夜九九看着陆思安和朋友们插科打混, 恍然想起自己回来这么久了, 还没联系过沈诚。 那天在纸栏会所, 他也只是远远看见了沈诚在包厢里坐着。 想及此, 夜九九从包里拿出手机, 从微信里找到了沈诚的头像, 发了消息过去。 明天周末休息, 我请你吃你最爱的牛肉火锅, 好不好? 沈诚没有马上回复, 夜九九也不着急。 深夜, 凌晨一点, 夜九九扶着最晕过去的陆思安走到酒吧门口。 刚准备下台阶, 陆思安身子突然一歪, 夜九九被带着身体猛得一偏。 眼看就要摔倒地上, 旁边突然伸出一只手将陆思安扶正, 自己也被拉着站稳。 夜九九呼了口气, 谢谢, 不用谢。 听着熟悉的声音, 夜九九眸色一正, 下意识抬头望去。 墨云舟看着夜九九眼底的震惊, 心突地跳了下。 他不动声色移开了视线, 声音听不出情绪。 我送你们回去。 夜九九看着他的动作, 嘴角凝住了片刻。 他将陆思安的手搭在肩上, 语气有些冷, 不用了。 说完, 夜九九就要带着陆思安离开, 可墨云舟并没有放手。 我知道男人喝醉了什么呀, 你就算力气再大, 也撑不了太久。 墨云舟说得无心, 可二人却不约而同, 想到了那一夜。 当时, 墨云舟也是喝醉了, 而自己, 没有拒绝。 一时间, 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空气都安静了。 最终, 夜九九和陆思安 还是坐在了墨云舟的后座上。 二十分钟后, 车子在小区门口停下, 墨云舟帮着把陆思安 从后座扶下车, 对夜九九说道, 你去按电梯。 电梯内? 墨云舟驾着陆思安站到边上, 另一侧就是夜九九。 他不经意瞥了眼 电梯门上的反光镜, 上面映着他和他身影。 夜九九正低着头看着地面, 一抬头, 正好撞见了反光镜里 墨云舟投过来的目光。 刹那间, 夜九九望了要移开视线, 墨云舟漆黑的眼底 涌动着他看不懂的情绪。 叮, 电梯门忽然打开, 夜九九思绪瞬间被拉回。 他连了情绪, 抬步走出电梯, 到了。 把陆思安放进卧室后, 墨云舟开口问道, 卫生间在哪里? 夜九九朝某个方向指了指, 那里。 墨云舟看着他不用思考就指出的方向, 神色渐渐绷紧。 他没想到, 夜九九对陆思安家里这么熟悉。 进入卫生间后,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摆在架子上的沐浴露, 是上次超市里夜九九买的牌子。 墨云舟谋色直接, 似是要将那沐浴露盯出个洞来。 趁墨云舟去卫生间的间隙, 夜九九帮陆思安盖好被子后, 便直接退出了卧室。 当初国外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 陆思安每次出去应酬喝的酒, 不仅比今天多出一倍, 而且度数更高。 对于今天的事情, 他其实早就习惯了。 支呀一声, 浴室门被打开, 墨云舟从里面走了出来。 夜九九从沙发上站起, 语气客套疏离, 今天谢谢你了, 已经很晚了, 我送你下去吧。 墨云舟脚步一顿, 好。 电梯内, 墨云舟看着刻意缩在角落的夜九九, 忽然开口, 你喜欢陆思安吗? 夜九九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不知道墨云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见他没有回答, 墨云舟又问了一遍, 你喜欢陆思安吗? 夜九九被他今夜的一系列操作搅得心里有点烦, 最后脱口而出一句, 我如果不喜欢他, 为什么要和他订婚? 空气有一瞬的静默。 过了半晌, 夜九九才听到前方传来一句, 喜欢就好。 他看不清墨云舟脸上的神色, 但从他刚才的语气里, 夜九九感觉自己听出了一丝落寞。 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语气有些冲, 但既然已经这样了, 他也不想再过多解释。 丁一声, 一楼到了, 墨云舟走出电梯回身看向夜九九, 恢复了一贯的神情, 上去吧, 不用送了。 夜九九听着和刚才截然不同的语气, 机不可见醋了醋眉。 但他没表现出来, 只点了点头, 路上小心。 说完, 夜九九平静地按了楼层键, 墨云舟看着电梯门在二人面前合上, 旁边的楼层导式上的数字不断上升, 最后在二十一楼停下。 他看着停住不动的数字, 嘴角泛起一抹自嘲, 说了句眉头末尾的话。 墨云舟, 你真是活该。 回到家后, 夜九九没有急着去洗漱, 而是走到了卧室的落地窗前。 他拉开窗帘朝下看, 果然在楼底下的树旁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车子。 所以那天晚上, 真的是墨云舟在楼下。 夜九九攥着窗帘的手不自觉握紧, 一时间心乱如麻。 回国以来, 他可以很淡定地去面对陆思安, 面对他的审视和担心, 就连面对许童, 他也可以不带任何情绪。 可这样的他, 却始终无法以同样的姿态去面对墨云舟。 那是少女时期长达十年的暗恋, 就算心里的伤口已经愈合, 但终究还是留了疤痕。 就是如同蛛丝, 缠瞻不绝, 纵然屡屡清理, 也难阻他随着时光流逝, 重新结满心头。 第二天早上, 夜九九醒来不久, 就收到了沈诚打来的消息, 好, 你定地点和时间吧。 夜九九想了想, 在手机上敲打, 下午三点, 小鹿甜品店见。 沈诚很快回复了好。 夜九九嘴角不自觉浮起笑意, 掀开被子起床梳洗。 扣扣扣, 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 夜九九随手把头发扎了下, 走过去去开门。 门打开瞬间, 陆思安的脸就放大在眼前, 有吃的吗? 夜九九早已习惯, 侧身让他进门, 给你放桌子上了。 陆思安极为自然地走到餐桌前坐下, 夜九九走到他对面坐下, 先喝醒酒汤。 陆思安揉了揉眉心, 将手边的醒酒汤一饮而尽。 他抽了纸巾擦了擦嘴角, 看向夜九九, 昨天又麻烦你了。 夜九九无所谓笑了笑, 但你昨天确实很高兴。 陆思安感慨了一句, 和朋友在一起, 总是最放松的。 说完, 他便伸手拿起了筷子。 就在这时, 他神色忽然一变。 下一秒, 陆思安蹭地站起, 刷一下消失在餐桌前。 夜九九眼底一猛, 只听空中传来陆思安的声音, 用一下你的卫生间。 话音刚落, 他就听见卫生间的门, 传来喷的一声巨响。 嗡嗡嗡, 陆思安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忽然传来震动的声音。 夜九九瞥了眼, 见是个陌生号码, 便没有打算去理。 可电话自动挂断后, 电话又响了起来, 仍是刚才的号码。 夜九九怕对方是真的找陆思安有事, 便滑了接听放到耳边, 思安大概还要过一会儿才能接电话, 你待会儿再打来吧。 电话那端的人静了一瞬, 之后耳边响起一道温柔清润似试探般的声音, 夜九九。 许童, 夜九九又看了眼来电显示号码, 重新将手机放在耳边, 是我。 过了好一会儿, 许童才在那边问, 这么早, 你怎么会和陆思安在一起? 夜九九声音低哑, 听不出情绪, 他就住我隔壁。 许童嗷了一声, 说道, 你让他等一下给我回个电话吧好。 夜九九瞥了眼卫生间方向, 没事的话, 那我挂了。 说完, 他就拿来了手机, 可话筒内却传来了许童的声音, 九九, 等等。 夜九九只得停下动作, 问, 还有什么事吗? 夜九九, 其实我和你, 说到一半, 许童忽然顿了一瞬, 丢下一句, 没什么, 你挂吧。 说完, 也不等夜九九说话, 他一声, 自己先挂断了电话。 夜九九看着黑屏的手机, 被弄得云里雾里, 他把手机放回原处, 并没有将许童的异样放在心上。 等陆思安从卫生间出来, 夜九九直接开口, 刚许童给你打了电话, 让你等下给他回过去。 陆思安醋了醋眉, 语气里透着不耐烦, 他找我干嘛? 不知道, 他没在电话里说, 那就等他自己再打电话过来。 下午三点, 小鹿甜品店, 夜九九歉意地将 沈承最爱的草莓蛋糕 推到他面前, 对不起, 沈承双手抱胸, 语气不是很好, 你当初什么招呼都不打得出国, 现在怎么知道想起我了? 夜九九听出, 沈承不是真的在责怪他, 心里自然松了一口气, 那年奶奶走后, 我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离开这里。 我搬家的时候正好被陆思安看见,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离开, 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索性就答应了。 夜九九的手指拂过桌盐, 眼角微微发红, 沈承忍不住问, 你当初和墨云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见夜九九不愿意多说, 沈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问了一句, 那你还喜欢他吗? 夜九九摇了摇头, 语气淡然, 我和陆思安已经订婚了。 什么? 沈承眼底满是震惊, 脱口而出, 你辞职后, 墨云州几次三番向我打听你的消息, 你知道吗? 夜九九一愣, 只听沈承继续说道。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就以为是我故意不告诉他, 直到我把手机塞给他, 让他自己去给你打电话, 他这才没来找我。 后来, 他就接手了末世。 夜九九眼底闪过什么, 在开口时, 已经岔开了话题。 夜九九和沈承一直在甜品店聊了好几个小时, 等他出小店的时候,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他送沈承上了车, 一个人在马路上无目地走着。 叮咚, 包里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夜九九拿出手机, 是沈承发来的消息。 忘了告诉你, 墨云州现在没和许童在一起。 夜九九脚步促然顿住, 湖水般平静的眼底忽然掀起一层风浪。 他们怎么会没在一起? 直到过马路时, 夜九九脑海里也还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突然, 一声刺耳的汽车鸣笛声响了起来。 夜九九一惊, 思绪被拉回。 紧接着, 他就看见一辆车正直直地朝自己撞来。 夜九九身形猛地愣住, 脚像被定住了一般, 忘记了躲开。 小心, 耳边传来一阵惊呼。 下一秒, 腰上突然传来一股力道, 将夜九九猛地一拉, 整个人和小车堪堪擦过。 夜九九还没反应过来, 就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等他站稳, 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九九, 没事吧。 夜九九默地抬起头, 瞬间跌入一双如夜色深海般冷碎的黑眸。 夜九九立即后退一步, 退出了墨云舟的怀抱。 这时, 小车司机已经停了下来, 怒骂道, 走路不长眼啊。 墨云舟忽然转过头, 眸色冷力, 小车司机又低骂了一句, 兴兴然走了。 墨云舟回过头看向夜九九, 没有说话。 夜九九察觉到投射过来的目光, 抿了抿唇, 谢谢。 墨云舟淡淡应了声音, 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刚和沈澄见了一面。 墨云舟心中不自觉紧了下, 但又很快恢复平静。 三年没见, 你们关系还是这么要好。 夜九九笑了笑, 没再继续这一话题, 很晚了, 我先走了。 墨云舟侧身让开, 好, 再见, 再见。 夜九九台步朝前走去, 嘴角笑意逐渐僵硬。 自重逢以来, 刚刚好像是他第一次如此平淡放松的墨云舟说话。 几天后, 夜九九刚到公司, 就听见陆思安助理方木急忙忙, 冲进他的办公室。 陆总, 不好了。 夜九九眉色一领, 连忙走了过去, 怎么了? 陆思安眉头紧皱, 国外内批货出了问题, 现在客户要说法。 夜九九沉思想了想, 心中立即有了决断, 我回去一趟, 这边你看着。 陆思安沉默着没有说话, 半晌后, 他才看向夜九九, 语气坚定, 不, 我回去。 夜九九愣了下, 陆思安, 陆思安手忽然搭在夜九九肩膀上, 打断了他的话。 九九, 虽然我很怕你对墨云州还有余情, 但为了和墨氏的合作顺利达成, 你留在这里才是最好的。 夜九九看着他眼底的坚定, 只好说, 那你什么时候走? 陆思安抬手看了时间, 就现在吧。 说完, 他又立即看向旁边的助理, 方木, 立即给我订最近时间的机票。 好的, 陆总, 一个多小时后, 机场。 夜九九把文件包递给陆思安, 神色里透着担心, 要不还是我回去吧? 相信我。 国内这边的业务还要靠你撑着, 你面对的情况不会比我轻松多少。 陆思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寻常, 一起努力。 夜九九被他的情绪带动, 点了点头。 好, 一起加油。 看着陆思安上了飞机后, 夜九九便直接开车返回了公司。 到了办公室后, 他叫来了市场部的经理, 墨市那边回信了吗? 经理摇头, 说还要等几天, 但根据我的感觉, 他们很大程度会同意和我们合作。 有消息, 有消息直接告诉我, 你出去吧。 好的, 叶总。 几天后, 叶九九收到了墨市集团发来的合作邀约。 第二天, 他便亲自带着人去了墨市。 墨市集团, 副总裁办公室。 墨云州正低头批审文件, 助理忽然走了进来。 墨总, 久安工作室的的人来了。 墨云州眸色一顿, 将视线从文件一开, 带到会议室等我。 好的,墨总。 几分钟后, 墨云州穿上办公椅上搭着的外套, 走出了办公室。 另一边, 坐在会议室内的夜九九, 一眼就看见了走在最前面的墨云州。 一身黑色西装, 露出一截白色的内袋, 黑色西裤笔直, 一丝不苟, 意大利手工皮鞋, 踩着不急不缓的步子, 朝他走来。 看着这样的墨云州, 夜九九的心不受控制颤了下。 看着墨云州一步步走近, 夜九九立即压下了心中的跳动, 和下属站起身。 墨总, 你好。 夜九九边说着, 边朝墨云州伸出手。 墨云州同样伸出手, 夜总, 你好。 手被墨云州握住的一瞬间, 夜九九无意识僵硬了一瞬, 但转瞬即逝。 他不动声色抽回了手, 视线有几分躲闪。 墨云州神色如常, 招呼大家坐下。 夜九九若无其事坐下, 缓缓开口, 这是我们的方案书。 他便说着, 旁边的助理边将手中的方案书 递给墨市的人。 墨云州拿着其中一份仔细阅读着, 夜九九心里无端生出几分紧张。 两个小时后, 夜九九和下属离开墨市, 回了酒安工作室。 助理将一杯刚泡好的咖啡 放在夜九九办公桌上, 煤烧都带着兴奋。 夜总虽然还没正式签约, 但从刚刚末世的态度来看, 我们是不是很大可能 可以拿下这一单。 夜九九低头看着文件, 声音听不出情绪, 只要还没签约, 就说不好。 助理表情一瞬间搭了下来, 好吧。 夜九九眸色深邃, 抬头说道, 你去把墨市近几年的资料 整理一份发给我。 好的, 夜总。 助理走后, 夜九九脑海闪过 墨云州在合约上提出的 最后一个要求, 神色有些凝重。 如果墨市和久安合作, 以后负责交涉的人 必须是夜九九。 晚上, 八点多, 夜九九刚到家, 就看见同学群里有人在问, 学校二十五周年庆, 去不去。 他看了眼周年庆的时间, 发现就在下周。 夜九九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不去了。 忽然, 沈成给他发来了消息, 还记得我们埋在学校院墙角的许愿瓶吗? 想不想挖出来看看? 被沈成这么一说, 夜九九忽然有些想去了。 他垂下眼眸, 在手机上打字, 但下周我车要拿去保养, 到时候可能需要你来接我。 好, 学校二十五周年庆那天, 夜九九和沈成到学校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校友到了, 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说话聊天, 时间仿佛一瞬间被拉回上高中的时候。 夜九九和沈成打卡迁到之后, 便准备直奔当年他们买许愿瓶的地方。 好多年过去了, 学校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变化, 好在院墙角处看上去没什么变化。 夜九九和沈成相视一笑, 立即从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迷你小铲子, 蹲在墙角开始挖土。 可他们挖了好半天, 什么东西都没有。 沈成有些泄气, 九九不会被人挖走了吧? 其实夜九九心里也没底, 但又觉得这个地方偏僻, 应该没什么人会来。 他想了想, 我们再挖会儿, 万一没被挖走呢? 说完, 夜九九又重新拿起了铲子, 开始慢慢挖着。 沈成见他这样, 也跟着来了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人刚彼此鼓励完, 小瓶子就被他们挖了出来。 沈成迫不及待把夜九九的那一个递给他, 转身去拆自己的瓶子。 夜九九看着透明玻璃瓶里放着的一张小小纸条, 眼底忽然爬起一抹伤感。 他把铲子放在地上, 很小心地打开瓶子, 取出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的内容, 就算他不展开, 他也都还记得。 莫云州, 我喜欢你。 云州, 你在这里干什么?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女声, 夜九九一惊, 手中纸条被风一吹。 夜九九抬头, 就见莫云州和许童并肩而来。 那纸条竟就这样落在了莫云州脚边。 莫云州立即就要弯腰去捡。 夜九九冷喝了声, 不要捡。 莫云州动作没停, 还是把纸条捡了起来。 夜九九眼洁颤了下, 心疏地一紧。 其实他喜欢莫云州这件事, 三年前, 莫云州就已经知道了。 可不知为何, 此时此刻,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 他不想那张纸条上面的内容 被莫云州看见。 莫云州看着他脸上的神情, 不自觉更加握紧了手中纸条。 他刚要开口, 却被身侧的许童突然打断。 九九, 听说你和思安要结婚了, 真是恭喜。 夜九九站在那里, 声音听不出情绪, 谢谢。 莫云州忽然上前朝他走近, 语气温淡, 却又不容人拒绝。 夜九九, 我想和你谈一谈。 许童面色一变, 还没来记得开口, 就被翻了个白眼的沈澄拖走了。 不算宽阔的墙角边, 转眼只剩夜九九和莫云州。 他朝他伸手, 语气有些生硬, 把纸条还我。 莫云州抬起手松开, 任由夜九九将纸条一把抓了过去。 把纸条拿回, 夜九九浅呼出一口气。 他稍稍后退了点, 抬头看向莫云州, 你想要谈什么? 墨云州目光盯着他, 徐徐开口, 高二那年, 你是不是有个笔名叫千叶如墨? 夜九九心中没有来的一空,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 你曾经是不是用这个笔名, 和一个叫不义的人, 在图书馆里, 用纸条传递着聊天? 只一瞬, 夜九九已经猜到了 墨云州后面可能要说什么。 他死掐着掌心,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 是。 墨云州沉吟片刻, 问出了那个盘缓在内心许久的问题, 那你知道那个人是我吗? 夜九九咬牙稳住自己, 慢慢点了点头, 知道, 从我们第一次聊天, 我就知道, 不亦是你。 若不是如此, 他怎么会将这个人放在心上这么多年? 少年心动, 才是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事情。 墨云州眼底泛起不甘和自嘲, 可我刚刚才确认, 千叶如墨是你。 之前, 因为我以为许童就是千叶如墨, 可直到那次在审城的手机上, 我看到他给你的备注是千叶如墨, 才意识到可能是我错了。 可那个时候, 你已经离开了, 我找不到你, 也没办法向你证实。 叶九九眸色墨的一脸, 视线和墨云州撞在一起, 四目相对。 这一刻, 世界骤然安静, 许久过后, 叶九九在脸上挤出一个笑, 声音有些颤, 你现在已经证实了, 然后呢? 墨云州一时哑口, 叶九九自嘲扯了扯嘴角, 我先走了。 话落, 叶九九就抬不离开, 可在经过墨云州身边时, 手腕突然被他抓住, 他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转身就被墨云州抱在了怀里, 力道之大, 像是要把人揉进骨子里。 叶九九被他毫无征兆的动作弄得心慌意乱, 身体比大脑快一步, 挣扎得想要撤出去, 可墨云州却抱着他的腰不放, 叶九九身体变得有些僵硬, 耳边骤然传来墨云州低哑的声音。 叶九九,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叶九九瞳孔默然缩紧, 眼底满是震惊。 墨云州下巴搭在他肩上, 声音低沉, 请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叶九九心不受控地岔了下, 一个好字差点脱口而出。 但下一刻, 他又慢慢逐渐找回些平静与理智。 叶九九深吸了口气, 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握紧, 语气缓慢但质地有声。 墨云州, 我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叶九九了。 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谁,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和陆思安订婚了。 话落, 叶九九感觉到墨云州身体 有一瞬的僵硬, 但他什么也没说, 只当自己不知道。 三年前, 他和墨云州之间 无论是开始还是结束, 都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只有切身体会过的人才明白, 究竟有多煎熬。 叶九九又挣扎了几下, 这一次, 墨云州没在墙按着他。 没等到校庆结束, 叶九九就已经直接离开了。 他没让沈承送他, 自己在路边招了辆出租车就走了。 他看着车窗外变化不停的景色, 心里一阵疲累。 墨云州后来说, 他之所以会和许童在一起, 就是因为错以为他, 就是千叶如墨。 叶九九想起高中时, 在图书馆和墨云州用纸条传信的画面, 心间隐隐犯酸。 他闭上了眼, 眼角似有泪珠滑落。 叮咚叮咚, 包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叶九九没去理, 现在的他, 只想放空自己, 不去想任何事情。 回到家, 叶九九把自己裹进了被子里, 迷迷糊糊间, 他竟直接睡了过去。 等醒来时, 外面天色已燃尽黑。 叶九九起床洗了把脸, 肚子促然传来几声叫唤。 这么晚了, 他懒得再做饭, 直接从包里拿出手机点了外卖。 退出外卖软件, 叶九九才发现自己微信里突然有了九九九家的信息。 他心底一惊, 以为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 盲点了进去。 紧接着, 他就发现这九九九家的信息不是来自工作群, 而是同学群。 其中还有审承发来的数条信息。 第一条微信是下午四点多发来的。 九九, 刚有人在群里说说你和墨云州真的在一起过, 然后墨云州还在群里承认了。 群里有些人也真是的, 墨云州都已经承认了, 还在那里说你配不上他之类的。 看完沈城发来的信息, 叶九九又去同学群里爬了会楼。 里面的有些言论实在是不堪入目, 但他其实已经不在乎了。 叶九九唯一没想到的是, 墨云州居然会承认他们的关系。 他看着墨云州发出的消息, 早已波澜不惊的心忽然微微有些动摇。 三天后, 墨市集团。 今天, 是久安二次过来和墨市商讨方案的日子。 墨云州很早就到了公司, 十点多的时候, 助力在他办公室门口敲门, 墨总, 久安的人来了。 墨云州立即停下了手中文件, 我这就来。 墨总, 这次叶总没有过来。 助力忽然说道, 墨云州眉尖一脸, 什么意思? 久安的人说, 叶总前天晚上临时出国了。 墨云州磨得绷紧了面颊, 眸色深邃冷沉。 有说什么原因吗? 助力摇头。 墨云州心疏地一沉。 他沉思了一瞬, 看向助理, 让市场总监去会议室, 和久安商谈后面的事情, 立即给我买一张最近非英国的机票。 好的墨总, 英国伦敦, 医院病房。 夜九九把饭盒打开, 放在病床旁的架子上, 对病床上的陆思安说道, 有你最爱的清炖排骨。 陆思安脸上带着歉意,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孝庆那天晚上, 夜九九突然接到国外打来的电话, 说陆思安出事了。 他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 立即买了机票, 飞往国外。 夜九九到了杯水, 放在旁边, 先吃饭吧。 陆思安拿起碗筷, 忽然想到什么问道, 你这样突然离开, 合作的事情, 末世不会有意义吗? 夜九九动作一顿, 声音有些低, 不知道。 陆思安看着他脸上的神色, 想了想, 其实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要不你今天还是回国去吧。 夜九九没应, 只说, 等你出院再说吧。 陆思安视线落在他脸上, 谋色深深。 吃完饭, 夜九九又陪着陆思安在病房里处理了大半天的工作。 眼看外面天色渐渐变黑, 夜九九让护工帮陆思安清理了下身体后, 就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 夜九九在医院看过陆思安之后, 便去了好友露西那里。 夜, 你回来了? 露西满脸惊讶地看着夜九九。 夜九九点头, 笑着晃了晃手里提着的袋子, 给你带了吃的。 露西朝他挑眉, 拉着他到自己的工作间, 先来看看我给你设计的婚纱。 一进去, 夜九九就被立在房间里的婚纱, 惊艳到了。 婚纱是很经典的一字间款式, 上半身重在修身, 可下半身的裙摆被层层青纱堆叠, 上面坠满了软断织旧的玫瑰和细碎宝石, 让人一不开眼。 露西看见他眼底的惊艳, 嘴角泛起了笑, 上次露看见婚纱的样子, 也和你一样。 夜九九一正, 他来看过了。 露西点头, 他还说, 想要尽快把你娶回家, 这样就不用担心有人来和他抢你了。 夜九九没去想那话里的深意, 只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婚纱。 没有女孩能拒绝婚纱赋予的意义, 包括他。 少女时期, 他也曾幻想穿上最美丽的婚纱, 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可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应该是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少女时期的梦想了吧。 从露西那里离开, 夜九九便直接回了家, 此时天色还没完全昏暗, 隐隐约约还挂着点星星。 夜九九刚出电梯, 就发现家门口立着一个人。 在看清那人是谁时, 夜九九突然像是被点了定身, 整个人僵住, 眼底满是不可置信。 墨云舟无声站在门口, 白衣黑裤, 只一个眼神, 就让夜九九失了神。 他一步步朝他走来, 赠亮的皮鞋踏在地上, 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夜九九叔弟攥紧了手, 努力平复着情绪。 你怎么会在这里? 墨云舟走到夜九九面前站定, 声音听不出情绪。 为什么突然出国? 夜九九正了下, 本能解释道, 陆思安出事了。 我,嗯, 墨云舟突然附身而来, 将夜九九余下的话, 全数吞了回去。 夜九九眼底骤然瞪大, 抬起手就要推开墨云舟, 可他却纹丝不动。 你们在干什么? 一道吏声突然在楼道里响起, 夜九九浑身颤了下, 卯足了劲将墨云舟猛地推开。 他转过身, 瞳孔骤然一缩, 一身宽松休闲服的陆思安 站在电梯门口, 脸色冷如寒冰, 夜九九大脑轰的一声, 瞬间一片空白。 他已经无法冷静地思考, 想要解释, 却又不知该怎么说陆思安才会相信。 身后的墨云舟突然走上前, 陆思安, 只要你们还没结婚, 我就有资格和你公平竞争。 陆思安冷笑一声, 上前一把将夜九九扯到自己身后。 九九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没这个资格。 墨云舟神色如常, 目光落在夜九九身上, 有没有这个资格, 不是你说了算。 说完, 他就直接离开了。 夜九九感受着手臂上越来越重的力道, 疼得醋了醋眉, 思安, 你先放开我。 陆思安松开手, 侧手淡看着夜九九, 开门吧。 夜九九看着陆思安, 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从包里拿出手机开了门。 刚进门, 陆思安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没避讳夜九九, 直接滑了接听。 喂, 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 陆思安面色瞬间沉了下来。 我提前出院的, 事先不要向别人提起, 等查出幕后之人是随后再说。 夜九九把包放好后, 给陆思安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 几分钟后, 陆思安挂完电话, 在沙发上坐下。 夜九九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眼洁低垂, 看不出情绪, 刚才的事, 对不起。 陆思安沉默着没有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夜九九感觉时间越来越慢, 几乎要凝固了。 就在他快要僵硬住的时候, 陆思安突然开了口, 九九, 我知道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 有多痛苦。 我当初逃婚, 就是不想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就连出国创业, 也是因为不想被我爸控制。 如果你不是真的想要和我结婚, 以后痛苦的只会是你。 我知道曾经的你有多喜欢墨云舟, 可就算我现在放你回去, 那许童呢? 墨云舟把许童的事情解决了吗? 那次纸兰会所, 许童可就在墨云舟身边, 短短几句话, 却如追心刺骨般往夜九九心上狠狠一炸。 他正正地沉默很久, 紧钻的拳头渐渐无力, 屋内一下子静了下来, 只能听见墙上时钟滴答转动走过的声音。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夜九九忽然深吸了一口气, 朱唇轻起。 陆思安, 我们的婚礼提前吧。 对于夜九九的话, 墨云舟并没有感觉意外。 他看着她, 轻点了点头。 好, 紧接着, 陆思安又低头看了眼时间, 今天过来本打算和你说一下和墨氏合作的事情, 但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话落, 他便起身朝门外走去。 夜九九起身送他, 那你路上小心点。 第二天, 夜九九刚醒没多久, 陆思安和陆西就已经提着早餐到了他家门口。 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陆西脸上笑意飞扬, 陆让我来帮你看婚期呀。 夜九九愣了下, 想了会儿才反应过来, 先进来。 陆思安上前牵住他的手, 缓缓朝客厅走去。 陆西本就是做婚纱设计的人, 对婚纱流程和英国的一些婚礼习俗很熟悉。 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他就帮夜九九和陆思安, 敲定了婚期, 就定在下个月月初, 九月初一, 也就是十天后。 夜九九没想到会这么近, 有些担心, 时间会不会来不及呀。 陆西笑了笑, 婚礼需要的东西, 陆早就拜托我准备好了, 接下来, 你们两个只要安心等待做新郎新娘就好了。 听陆西这么说, 夜九九就知道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他听着陆西和陆思安继续说婚礼的其他细节, 脑海忽然浮现出墨云舟的身影来。 过了会儿, 他的胳膊忽然被人碰了下, 久久。 夜九九回过神, 眼底还有几分茫然。 他见陆思安和陆西都看着自己, 疑惑问道, 怎么了? 陆思安问道, 陆西刚刚问你, 真的不用告知你其他的亲人吗? 夜九九眼底闪过一抹低落, 摇了摇头, 不用, 奶奶走后, 她就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见陆思安还想说什么, 夜九九抢先开口, 你不是也没告诉家里人吗? 陆思安一时哑口, 跳过了这个话题。 在确认了一些细节问题后, 陆思安就和陆西离开了。 他们走后, 夜九九给沈诚发了条消息过去, 你能来给我当伴娘吗? 沈诚回复得很快, 当然可以。 婚礼什么时候, 我好和公司请假。 夜九九看着沈诚的消息, 鼻尖莫名一酸, 沈诚知道她对莫云舟的感情, 上次孝庆回去, 她也没有追问, 默默送她上了车。 如今她也是那样, 不追问她为什么突然说让她当伴娘, 就点头答应。 夜九九把婚礼日期发给了沈诚, 并补充道, 婚礼在国外, 我给你报销机票。 沈诚乐得直说好, 之后两人又随口扯了几句, 便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后去了。 但沈诚在退出和夜九九的聊天见面之前, 特意把夜九九邀请她当伴娘那部分截了图。 她直接把截图放在了朋友圈, 并配问, 我家的猪终于要被拱了。 沈诚和夜九九有很多共同好友, 再加上一些同学, 朋友圈发出去不过几分钟, 下面已经是一连串的点赞和评论了。 有人问夜九九结婚对象是谁, 沈诚没回得很明白, 只说, 你们都认识。 这模棱两可的回答, 反而让更多人想要去知道答案。 譬如许童, 她看着沈诚发的截图,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夜九九,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与此同时, 英国伦敦, 酒店, 墨云州看完沈诚的朋友圈, 周身气息瞬间冷到了极点。 墨云州翻出联系人页面, 拨了个电话出去, 告诉陆家人, 他们的小儿子要在国外结婚了。 之后的几天内, 夜九九几乎每天, 都是公司, 家里, 婚礼酒店三点来回跑。 这样忙碌起来, 她就没时间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时间一天天过去, 距离婚礼已经只剩不到三天时间。 这天下午, 夜九九下班后直接开了车去机场接沈诚。 沈诚上车后, 神秘兮兮问道, 你知道墨云州也来英国了吗? 夜九九眸色闪动一瞬, 如实开口, 知道。 沈诚促眉, 狐一看向夜九九, 他不会是来找你的吧? 夜九九攥着方向盘的手, 不自觉握紧, 从喉咙里发出声音。 嗯。 沈诚顿时瞪大了眼, 那陆思安知道吗? 夜九九点头, 沈诚书弟道西, 一口冷气, 自动开始脑补, 墨云州不会是过来抢亲的吧? 说完不等夜九九回答, 沈诚忽然扯到了另一个话题。 我上飞机前收到消息, 说陆家人知道了陆思安和你结婚的消息, 要派人来英国一趟。 他们不会是派人来阻止你和陆思安结婚的呀。 夜九九眉眼微微促起, 声音听不出情绪, 不知道。 沈诚瞥了眼夜九九的神情, 叹了口气, 转头看向窗外, 没再继续追问。 晚上的时候, 陆思安特意请夜九九和沈诚在餐厅吃饭。 沈诚看着摆在身前可以任意下单的菜单, 忍不住调侃道, 这算是贿赂吗? 陆思安眼底渗出笑意, 当然。 夜九九在旁边看着, 嘴角也不由缓缓上扬。 坐了一会儿, 他忽然起身, 我去趟卫生间。 走入走廊, 灯光变得昏暗起来。 夜九九脚步默地迟钝下来, 他侧身靠在墙上, 抬头看着天花板, 只感觉心里空空的。 突然, 身前笼罩出一道阴影, 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陆家人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 夜九九拧眉, 抬头看向挡住灯光的墨云舟。 他看不清他的神色, 只听他逼哑着声音继续说道, 陆思安这几年能在英国创业, 都只是因为陆家的人还没查到陆思安的行踪而已。 如今陆家知道了他在那里, 就绝不会再任由他飘在外面, 就算你现在是久安的合伙人, 他们这种家族也不会真的让你进门。 夜九九一瞬间攥紧了手, 是你告诉他们的。 墨云舟神色不改, 薄纯清奇, 不是。 时间一晃, 很快就到了九月初一这天。 夜九九一早就被化妆师拉起来化妆, 沈诚也早早地就换好了伴娘服, 守在他旁边。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脑海闪过那天在走廊里, 墨云舟最后说的话, 心里莫名闪过几思不安。 而在几思不安之下, 又隐藏着几分连他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期待。 墨云舟说, 夜九九, 我不会让你嫁给陆思安的。 久久, 想什么呢? 沈诚见他神色冲冲, 开口问道, 夜九九嘴角笑意有些勉强, 没什么。 沈诚以为他是第一次当新娘, 有些紧张, 就没有多想。 因为夜九九没有其他的娘亲人, 婚礼的很多程序都被简化掉了。 中午十一点四时, 主仪式正式开始。 婚宴厅内, 四姨在拿着话筒问夜九九, 新娘, 你是否愿意陆思安先生成为你的丈夫? 无论健康或疾病, 或任何其他理由, 你都永远爱他, 尊重他, 包容他, 直至生命尽头。 说完, 思宜将话筒递给夜九九, 这时, 碰一声, 大门猛地推开, 只听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我愿意, 我不同意。 夜九九回身望去, 身形猛地正住。 墨云舟怎么会来这里? 他看着墨云舟, 神情不明。 陆思安看着朝仪式台走来的墨云舟, 一把将夜九九拉在身后, 你来干什么? 来阻止一场不该出现的婚礼。 墨云舟说得很随意, 在场嘉宾纷纷窃窃私语。 陆思安谋色冷沉, 说出的话也满是寒意, 你阻止不了。 他阻止不了, 那我呢? 雁厅门口忽然传来一道质地有生的浑厚男生。 众人纷纷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缓缓走进雁厅。 陆思安谋色一紧, 眼底闪过诧异, 罢! 陆霸冷怒地看着陆思安, 你还知道认我这个罢! 说完, 陆霸又抬眼, 看向叶九九, 直截了当。 叶小姐, 很抱歉, 我们陆家不会承认你这个儿媳妇。 手中捧花, 被叶九九钻得极紧, 俨然有些变形。 他几度想要张口, 却发现根本不知说什么。 说他和陆思安两情相悦, 希望伯父成全。 还是说他和陆思安愿意就此取消婚礼。 叶九九迟迟没有说话, 场面一瞬间变得僵硬起来。 忽然, 门口又传来了工作人员略显焦急的声音。 先生, 这里正在举行婚宴, 您不能乱闯, 我是新娘的爸爸, 你赶紧放我进去。 话落, 只见一个身形销售的中年男人直接冲进了宴厅。 叶九九脸色猛得一白, 看着叶爸整个人当头愣在原地。 叶爸脸上挂着假意讨好般的笑, 九九, 你结婚怎么也不告诉爸爸呀? 叶九九没有说话, 双手紧紧攥着, 就连指甲嵌入掌心也没有感觉。 露丝安下看向叶九九, 见他脸色苍白, 疑惑出声, 九九。 叶九九一惊, 书弟回过神。 他死咬着唇角, 心里乱作一团。 叶九九视线在雁厅内扫视, 目光依次从莫云州, 鹿爸, 叶爸脸上扫过。 他知道自己背后没有人可以依靠, 所以此时此刻, 他必须自己做出一个决定。 下一刻, 叶九九对露丝安说道, 丝安, 婚礼先暂停吧。 露丝安眸色一沉, 似是不同意叶九九的话。 但看见立在不远处的路霸, 他还是点了点头。 婚礼中途暂停, 叶九九穿着婚纱, 一把拉过叶爸朝酒店房间走去。 沈成在后面想要跟上去, 却被不知从何处窜出来的莫云州一把扯住。 让他们妇女两个自己去谈。 沈成簇眉想要正开莫云州的束缚, 但根本正脱不开。 他看着莫云州, 有些气急败坏, 九九那个霸根本就不配。 莫云州皱眉, 忽然想起之前叶九九欠钱 被人在航空公司门口催债的事情。 酒店房间, 叶九九看着叶爸, 张纯问道, 你怎么会来这里? 有人跟我说你要结婚了, 彩礼呢? 叶九九神色一领, 脱口而出, 你又欠钱了。 叶爸没想到叶九九这么快就猜到了, 懒散地点了点头。 叶九九眼底藏着怒气, 语气不算好。 当初你欠的钱我已经帮你还了, 你如果还想找我要钱, 不可能。 我是你爸, 我养你这么大, 帮我还点钱怎么了? 叶九九叔弟冷笑了声, 面色沉下去, 从小到大, 你给过我一分钱吗? 爷爷奶奶为了养我, 年纪那么大了却还要出去做工, 身为儿子, 你又给过他们一分钱吗? 奶奶去世的时候, 你甚至都没有回去看过, 现在你就算被催债的人打死, 我都不会再帮你还一分钱。 叶爸被叶九九的反应激怒, 仰手就是一巴掌甩在了叶九九脸上。 叶九九没来得及躲开, 生生挨了这巴掌, 他被打偏了脸, 脸瞬间火辣辣地疼。 叶爸还想冲过来打他, 墨云舟突然从门外冲了进来, 一把拎过叶爸的衣领朝旁边一扯。 叶爸猝不及防, 踉呛了几步, 等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墨云舟用绑气球的绳子的绑在了椅子上。 沈成心疼地看着叶九九, 九九, 你没事吧? 叶九九朝沈成笑了笑, 我没事。 墨云舟闻声看过去, 发现叶九九被打的那半边脸已经红了。 他转头按下了酒店电话, 送几个冰袋到一千五百零三。 叶九九, 没想到你和你妈一个德性。 嗯, 被绑在椅子上的叶爸突然开口, 可话才说到一半, 就被墨云舟用沙发上的毯子堵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他抬头看向叶九九, 当初你在航空公司被人催债, 就是因为你爸。 叶九九掐着手心, 从喉咙里一出声, 是, 墨云舟同色默然缩紧。 忽然, 砰的一声, 房间门被人猛地撞开。 路西冲进房间, 满脸焦急, 叶, 路被绑走了。 叶九九一惊, 谁绑走他的? 他爸爸。 现在要怎么办? 路西问完, 叶九九就感觉三道目光, 齐齐落在自己身上。 他看着被绑住的叶霸, 脑海不禁划过这几年和路斯安在英国拼搏的画面。 他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以前的一切, 可最终又还是回到了原点。 路斯安终究姓路, 而他也终究还有一个不配为父的霸。 半晌后, 叶九九心中有了决定。 他抬头看向路西, 缓缓开口, 路西, 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帮我和大家说一声, 婚礼取消。 路西走后, 叶九九看向沈诚, 对不起, 让你白跑一趟了。 沈诚摇了摇头, 问道,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叶九九抿了敏唇, 故作轻松, 顺其自然。 虽然婚礼取消了, 但我还是久安的合伙人, 你不用担心。 话落, 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 墨云舟前去开门, 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您好, 您要的冰袋。 墨云舟接过, 关门后, 把冰袋递给沈诚, 拿毛巾帮他敷一下。 此刻, 叶九九已经平静下来, 他抬头看向墨云舟, 眼底情绪复杂。 墨云舟察觉到他的视线, 朝他看过来。 可下一秒, 叶九九已经移开了视线, 沈诚, 帮我把婚纱换下来吧。 说着, 他便提着裙摆进了房间, 沈诚拿着冰袋紧随其后。 墨云舟看着被关上的房门, 转身走到了叶霸面前。 他一把扯掉了叶霸口中的毯子, 声音冷寒, 谁帮你出国的? 经过前两次, 叶霸知道眼前的人不是好惹的, 只好乖乖回答, 不知道。 我正在四处躲债, 突然有一天, 有个女的把我抓了过去, 说叶九九要结婚了, 嫁得还是个有钱人, 然后他就直接买了机票送我过来。 墨云舟眯起了眼睛, 皱了皱眉头, 女的。 叶霸点头, 莫名的, 墨云舟第一时间竟想到了许童。 当初他能冒领他和叶九九聊天的变迁, 再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 也似乎不是不可能。 与此同时, 机场。 路斯安路霸安排的人强行绑上了飞机, 再过几分钟, 飞机就会起飞。 路霸无视路斯安投射过来的视线, 语气冷漠。 让你在外面任性了这么久, 也该够了。 你妈已经给你看好了新的结婚对象, 等回去后, 你们立即完婚。 酒店, 叶九九换了一身长服, 脸上的红也慢慢削了下去。 他看向沈澄, 面上神情冷静到了极致。 婚礼已经取消, 你也没有必要继续在这边浪费时间了。 我知道你工作也不容易, 机票我已经帮你买好了, 晚上就可以飞。 不用陪我, 三年前我能挺过来, 现在也可以。 叶九九从始至终就没给沈澄的机会, 沈澄见他这样, 也只好点头。 两人从房间走出来时, 外面已经只有墨云舟一人。 叶九九视线扫尸了一圈, 问道, 他呢? 我让人把他带走了。 哦, 墨云舟听出叶九九声音里的敷衍, 他甚至没想问他, 把叶爸带去了哪里。 这是叶九九的家事, 沈澄不会多问。 他拖过墙角的行李箱, 对叶九九说道, 九九, 那我先走了。 叶九九嘴角微微带出一抹糊度, 司机就在楼下, 一路小心。 沈澄朝他摆摆手, 又抬头看了墨云舟一眼, 欲言又止。 可最终他, 还是什么都没说, 转身离开了房间。 一时间, 房间内只剩下叶九九 和墨云舟两人。 他看下墨云舟, 没什么表情, 他们都走了, 你还不走吗? 墨云舟走到他面前, 启唇反问, 你呢? 你不打算回国吗? 叶九九不动声色后退了点, 陆思安被陆家带走了, 我需要留下来解决这边的工作。 墨云舟神色不改, 继续追问, 你留在英国, 那和墨市的合作呢? 你应该记得, 在合同最后一页, 如果以方无故终止合同, 需将赔付甲方十倍的违约金。 叶九九末的抬头, 猝不及防, 撞进男人漆黑深邃的眼眸里。 他下意识一开视线, 脸色平板无波, 和墨市的合作, 我相信国内的小伙伴不会让我失望。 墨云舟谋色疏地沉下去, 忽然扯回了上一个话题。 据我所知, 陆思安这次突然出事, 就是因为久安的业务 触及了当地一个老家族的利益。 你如果继续留在英国, 不怕下一个出事的人是你吗? 墨云舟话里透出一丝关心, 叶九九心突地跳, 他转过眼, 眼里有情绪一闪而过, 但都被他很好地掩饰住了。 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好。 兵铃铃, 一道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墨云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滑了接听, 喂,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墨云舟眉头梳地猝紧, 我这就回来。 挂完电话, 墨云舟没继续和叶九九纠缠, 丢下一句遇事给我发消息就走了。 叶九九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眼前, 面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但心里却忍不住想, 就算我真的出事了, 你在国内, 给你打电话又有什么用? 许家, 大小街, 和叶九九结婚的是陆家三少, 不是墨市的墨总。 许童站在窗边, 听着负责跟踪叶爸的人打来的电话, 眼底满是怒意。 当时墨云舟突然出国, 沈澄又说叶九九要结婚了, 这才让他乱了方寸, 竟以为叶九九要嫁的人是墨云舟, 此时看来, 他就不应该那么莽撞, 就把叶爸送去英国。 那叶路远呢? 怕被莫总发现, 我们不好跟得抬进, 只看着他跟着叶九九进了酒店后, 就再也没出来过。 许童不甘地跺了跺脚, 找到人, 把他给我带回来。 好的大小街, 几天后, 伦敦, 久安工作室。 叶九九正在查看 路斯安尚未处理完的文件, 助理突然从门外冲了进来。 叶总, 不好了, 我们所有的合作公司 都突然宣布要和我们解约。 叶九九一惊, 语气里都带着诧异, 所有。 助理紧皱着脸点头, 是的, 所有。 叶九九表情一顿, 立即召集所有高管会议室开会。 是, 叶总。 三个小时后, 叶九九下令, 久安市场部和运营部所有员工全数出动, 无论用什么办法, 必须把正在合作中的几个客户挽留住。 而他自己将要亲自约见此次阻止酒安拓展新业务的SG集团掌权人, Viz先生。 第二天, SG集团总裁办公室, 叶九九一脸诚恳地看着坐在对面的Viz先生, 立总, 希望你能高抬贵手, 放酒安一条生路。 Viz先生冷笑, 陆思安当初放狠话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这个时候却是你来和我谈话? 想让我放过久安, 你让他自己过来和我说? 思安他现在家里发生了点事情, Viz先生不想听解释, 直接打断了叶九九的话。 叶总, 我和你只见其实并没有什么过节。 今天我也不为难你, 如果陆思安亲自来和我道歉, 我就听你的, 高抬贵手放酒安一马。 我给陆思安一周考虑, 一周后, 如果陆思安仍然没有来, 我保证, 一个月之内, 酒安就会在英国彻底消失。 叶九九神色疏地一将, 还想再说什么? Viz先生已经直接派人请他出去了。 自从那日叶九九去找了Viz先生后, SG集团又加大了对酒安的打击, 酒安才成立不到三年时间。 而SG已经在伦敦屹立几十年, 这其中的实力以及人脉差距, 远不是叶九九努力就能拉近的。 短短两天, 酒安的所有业务全部被迫终止, 资金制停。 一时间, 公司内部也激发出了很多矛盾。 陆思安自从被带回国后, 他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叶九九根本找不到他。 如今, 叶九九只能一个人撑着酒安。 他忙得焦头烂额, 可即便如此, 还是不能改变酒安的现状。 凌晨三点多, 叶九九还在公司绞尽脑汁地想办法。 滴答滴答, 办公室内安静地能听见 墙上始终转动走过的声音。 秒针一圈圈走过, 外面天色也在不知不觉变亮。 太阳缓缓升起, 叶九九又是一夜未睡。 今天是Viz先生给的第三天。 陆思安仍在失联中。 这天, 酒安大部分员工提出离职, 并表示要求当场结算工资。 现在酒安的资金制停, 叶九九只得自套腰包。 等全部忙完员工离职的事情, 已然到了下午五点多。 一整天下来, 叶九九几乎都没怎么吃东西。 他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胃, 随口吃了几口面包后, 又重新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 时间一点点流逝, 等叶九九把注意力从电脑、 文件里移开的时候, 已然到了深夜。 他走到窗边, 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 浑身神经渐渐放松下来。 几分钟后, 叶九九眉头突然紧皱在了一起, 面色极为痛苦。 他捂着胸口缓缓蹲下, 胃力又猛地传来一阵抽痛。 叶九九蜷缩在办公室的地砖上, 眼里因为太过难受而渐渐湿润。 他就那样强忍着, 一点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叶九九靠在沙发背上, 孤独的身影在空旷的办公室内显得格外无助。 有那么一瞬间, 他想他是真的要垮掉了。 都说叶婉是一个人情感一直最薄弱的时候, 此时此刻, 叶九九忽然分外想念一个人。 手机通讯录里, 还留着墨云州当初给他打电话的通话记录。 叶九九正正地看着, 煞时想起婚礼那天他说预示给他打电话的画面。 电话拨出去的那一刻, 叶九九的整颗心瞬间悬了起来。 一声, 两声, 三声。 叶九九原本就悬着的心再次随着漫长的盲音揪了起来。 墨云州看着屏幕上那串号码, 毫不犹豫起身往包厢外走, 一旁的人忙伸手拦住他。 云州, 别接了肯定打错了, 这么晚了谁能找你啊? 墨云州没理会那人, 走到了外面的隔音长廊上。 喂, 听着话筒内传来的声音, 叶九九拿着手机的手指, 骤然捏紧了。 九九。 这一声九九, 瞬间击溃了叶九九所有的心理防线。 他听着耳边熟悉的声音, 接连几日的不安, 紧张悉数涌上心头, 眼眶瞬间蓄满泪水。 叶九九抬手另一只手, 死死捂住嘴, 生怕自己发出一丁点声音。 听着电话那头很细微的呼吸声, 墨云州脚步一顿, 心不受控制似的往下沉了沉。 他迅速拿开手机, 确认了眼上面的时间和号码。 刚想开口, 许童忽然鸟鸟地出现在他身后, 声音不大不小。 云州, 怎么还不进来呀? 大家都在等你呢? 听见透过话筒传来的女生, 叶九九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 猛地按断了电话, 把即将说出口的话狠狠咽。 这么晚了, 他还和许童在一起。 不可控制地猜测扑面而来, 叶九九脑海自动浮现起 三年前许童穿着墨云州衬衫打开门的画面。 叶九九把手机关机后扔得远远的, 逼着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 另一边, 墨云州听着被挂断的盲音, 头一回对许童露出了不耐烦躁的神色。 许童, 别费心了, 我们之间没可能了。 说完这句话, 墨云州便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 许童不敢地跺了跺脚紧跟出去, 抓住她的手臂。 云州, 你去哪里? 墨云州脚步未停地静止走到车前, 单手扶着车门, 声音清明。 许童, 我们之间本就是一个错误, 而且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今天我同意两家人见面, 不是想要和你修好, 只是不想伤了父辈们的脸面。 说完, 墨云州甩开许童的手, 坐进车里, 头也不回地走了。 许童看着扬长而去的车尾, 满是不甘。 墨云州一手掌控着方向盘, 一手反复地拨夜九九的号码, 但全部都是关机。 墨云州烦躁地把油门踩得狠了些。 今天许家人约莫父莫母吃饭, 就是想要撮合她和许童。 半个小时后, 车子在机场前停下。 墨云州下了车便直奔售票处, 买了非伦敦时间最近的机票。 伦敦, 医院。 夜九九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她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神色茫然。 好半晌, 她才反应过来, 自己昨天晚上好像在办公室腾晕过去了。 夜九九又那样静静躺了会儿后, 才挣扎着坐起来。 一转头, 她就看见了坐在旁边沙发上办公的墨云州。 夜九九身形顿时僵住,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的人, 心里五味杂沉。 墨云州似是察觉到投射过来的目光, 视线书弟从身前屏幕上一开。 夜九九望了躲开, 两人视线在空中交汇, 撞在了一起。 墨云州放下了电脑起身, 嗓音有些沙哑, 醒了。 夜九九看着朝她走来的人, 心里默地跳空了一瞬。 她从来没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见到墨云州。 墨云州看着眼前走神的人, 缓缓开口, 好些了吗? 胃还疼吗? 夜九九回过神, 下意识摇头, 我没事。 下一秒, 夜九九又响起了昨夜电话里许童的声音。 她立即收敛了所有情绪, 故作疏离。 你怎么会在这里? 墨云州在定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没去回答她的问题, 慢慢解释道, 昨天晚上除了许童, 我爸妈也在,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夜九九正了下, 什么意思? 墨云州没有回答, 而是朝她的方向伸了手, 嗓音温淡且耐心, 手伸过来。 看着墨云州向自己伸来的手, 夜九九静了一瞬, 犹豫了一下才抬起手, 抓住她的袖口。 墨云州反手将她的手握紧掌心, 薄唇清起, 夜九九, 自从知道我弄错了人的那天起, 我和许童就没有关系了。 你说你喜欢了我十年, 可同样的, 在你不知道的世界里, 我也喜欢了你十年。 墨云州的话, 就像钉子一点一点 砸进夜九九心里。 她身上还穿着病号服, 脸上没什么血色, 可心里却星星点点燃起一落火星, 将她烧得什么都不剩。 十年前那份独属于艺人, 不见天日的隐忍丹恋, 在今天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 夜九九看着墨云州眼底的青涩, 鼻尖忽然一阵发酸。 她没想过自己那一通电话, 竟然能把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拉到身前, 更没想到, 墨云州会说这样一番话。 可转念一想, 她又忽然觉得墨云州这个行为, 相对于许童来说, 好像有些渣。 墨云州很亲密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岔开了话题。 久安遇到的困难, 我虽然能帮忙缓解一二, 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V先生和陆思安之间到底 发生了什么不可和解的矛盾? 墨云州话题转得太快, 夜九九有些没跟上,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我也不知道。 墨云州皱眉, 沉思半晌后开口, 陆家现在不会放陆思安回伦敦, 久安现在这样, 不能再继续耗下去, 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了。 什么意思? 墨云州面色严肃, 唇角清奇, 关了在伦敦的工作室, 专心供国内的发展。 夜九九脸色一变, 咬了咬唇没有说话。 他知道墨云州说的是 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 但久安对他来说, 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更是三年前他和过去告别的见证。 Viz先生的家族在伦敦的影响 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撼动, 你如果想要和他硬刚, 最后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 墨云州开口道, 夜九九大脑有些混乱, 我在想想。 墨云州没再多说, 应了声, 好。 一周后, 墨云州和夜九九 一起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这几天, 他陪着夜九九 将久安在伦敦需要处理的 所有后续工作 全部完结掉了。 夜九九最终 还是采用了他的办法, 关掉了伦敦的工作室, 回国发展。 下了飞机之后, 墨云州开车送夜九九回家。 当他看见夜九九打开的 不是上次露斯安醉酒, 他送他们回家的那扇门时, 眼底有一瞬的诧异。 这天晚上, 墨云州没有回去, 而是睡在了夜九九家的客卧里。 主卧里, 夜九九躺在床上, 仍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现在的心情 和三年前墨云州突然说 要和他在一起时差不多, 但又有些不一样。 夜九九这样想着, 眼皮渐渐有些支撑不开, 几分钟后, 他的眼皮就彻底睁不开了, 呼吸逐渐均匀。 第二天, 夜九九睁眼醒来时, 第一件事就是拿过床头的手机。 他刚点开微信, 一条新闻突然跳入视线。 墨市集团宣布和许家联姻, 夜九九看着新闻上的标题, 蹭得一下从床上坐起, 脸上睡意全无。 他浏览完全部内容, 立即掀床走了出去。 客厅里寂静无夜声久久 打开客卧房门, 扫尸一圈, 里面没人。 刹时间, 他感觉自己心空了一块。 他走了吗? 去和许童联姻吗? 夜九九呆呆看着空无一人的客卧, 眼眉徐徐低垂下去, 前几天发生的一切 莫得成了一个笑话。 叮咚, 手机忽然响起短信提示音。 夜九九思绪慢慢回笼, 他抬起手, 点开手机, 他看着发见人的姓名 有一瞬的震愣, 竟是被陆家绑走后消失的陆思安。 他说, 约先生的事情我很抱歉, 我又要走了, 久安就交给你了。 夜九九看着陆思安发来的 眉头末尾的两句话, 微微促起眉心, 又要走了, 是什么意思? 就在夜九九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沈承忽然给他发来一个链接。 九九, 陆思安又要结婚了, 但这次他又逃婚了, 还是和新娘一起。 夜九九看着沈承发来的 消息, 在联系陆思安刚刚发的, 瞬间就想明白了一切。 但下一刻, 他心里又忍不住生出点悲伤。 不是因为陆思安差点要娶别人, 而是觉得陆思安明明是一个独立的人, 却还要受家族的束缚。 几分钟后, 公司助理忽然打来电话, 叶总, 您什么时候到公司? 金城科技的人快到了。 夜九九抬手看了眼时间, 半个小时后到。 挂完电话, 夜九九以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他现在没有时间去难过末世集团和许家联姻的事情。 在国外的那三年, 现实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 所以, 就算无论他现在多想冲到墨云州面前要答案, 也必须忍住。 一连几天下来, 夜九九把所有的心思都铺在了和金城科技的合作上面。 等签完合同, 突然放松下来后, 他才想起,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墨云州的消息了。 而墨云州, 也一直没有主动联系他。 夜九九表面看着没什么事, 但明显心里是失落的。 这天, 夜九九特意请了一天假, 开车去了郊区墓园。 今天是奶奶的忌日。 到墓园的时候, 天空突然隐隐下起了小雨。 夜九九一身黑衣, 踏过满是雨水的柏油路, 撑着伞, 缓缓走进墓园。 迈过一个又一个台阶, 最终夜九九在一处墓碑前停下。 此时, 墓碑前还放着一束菊花, 上面的花朵开得正好, 并没有因为淋在雨中而烟搭搭的, 一看就是刚放着不久。 夜九九下意识朝四周望了一圈, 可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 自从夜霸在外面欠债以后, 家里亲戚大都已经不和他们来往了, 谁还会来看奶奶呢? 夜九九把手上的菊花和那一束菊花放在一起, 没去深究放花的人到底是谁? 她看着墓碑上奶奶的照片, 手指拂过石碑边沿, 眼角微红。 失去至亲的伤口, 会随着时光流逝变得平和浅淡, 但却永远不会消失。 在那之后的某个瞬间, 都会被轻轻地触动, 隐隐作痛。 夜九九在墓园待了许久, 如同以前那样, 把鸡肋已久的话, 事无巨细地一点点说给奶奶听。 当天晚上, 夜九九没有回市区, 直接在老家住下了。 家里她拜托了邻居婶婶时常打扫, 毕竟给过钱, 打扫得也还算干净, 就连被褥和被套也都是像被新晒过一样。 夜九九躺在床上不过一小晦儿, 便生了睡意。 半梦半醒间, 一阵急促铃声忽然将她吵醒。 夜九九伸手从床头摸到手机, 也没看来电人是谁就直接滑了接听。 因为是被吵醒的, 声音还有些哑。 喂? 那边略微顿了一下, 语气稍缓。 夜九九, 开门。 听着话筒里的声音, 夜九九猛地睁开眼, 意识一瞬间清醒。 她攥着手机, 好半天才发出声音, 我不在家, 我知道, 我在你老家门口。 夜九九下意识抬头看向窗外, 果然看见不远处, 听着一辆黑色小车。 攥着手机的手, 不自觉握紧, 你来干什么? 来解释一些事情。 夜九九没想到墨云舟会这么直接, 一时静忘了反应。 建屋内迟迟没有传来开门的动静, 墨云舟只好站在门口通过电话解释。 联姻的消息是许家私自放出来的, 但即便如此, 还是会对公司产生一些影响。 今年年初开始, 墨氏就在筹划和许诗的合作, 所以消息放出来的时候, 我不能太明显地驳斥许诗的面子, 我需要时间去交涉解决这一切。 墨云舟温润的声音夹杂着淡淡雨声, 透过电波传到耳边, 夜九九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她不知道自己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把门打开的。 雨声惺惺点点传入耳, 墨云舟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若隐若现, 因为站在外面太久, 她的身上也都沾了一层湿液。 夜九九看着她, 视线忽然有些模糊。 墨云舟伸手摸向夜九九的脸, 那快全湿了。 她将人揽到怀里, 轻声道, 抱歉, 让你伤心了。 夜九九感受着墨云舟身上传来的温度, 大脑有一瞬的空白。 几秒过后, 墨云舟退出一步, 放开了夜九九, 我今天也去了奶奶那里。 夜九九眼底闪过诧异, 那树菊花是你。 墨云舟点头, 阿蒂, 夜九九突然打了个喷嚏。 墨云舟这才朝她身上看了看, 除了一件衬衫外, 竟是连外套都没穿。 她醋了醋眉, 牵着人朝里走, 这个天气醉意着凉, 小心感冒。 夜九九鼻子忽然有些酸, 就另只手揉了揉鼻子, 结果又是一声。 阿蒂, 下一秒, 墨云舟转过身看向她, 这里太冷了, 在这里睡一晚上会感冒的。 夜九九一边揉着鼻子, 一边闷声说, 奶奶以前一年四季都住在这里, 没事的, 应该只是鼻子不舒服而已。 墨云舟静默了一瞬, 没再说什么。 可在之后的几分钟内, 夜九九接连打了不下数十个喷嚏。 墨云舟犹豫了下, 还是决定带夜九九离开。 夜九九神色有些犹豫, 但却没立即说不。 墨云舟见她这样, 索性直接帮她收拾好了东西, 去我那里吧。 夜九九有些猛。 啊, 墨云舟嘴角浮起一抹笑意, 牵着人朝外面走去。 车上, 夜九九攥着身前的安全带, 看着外面完全的道路, 心里忽然生出几分疑惑。 她转过头看她, 你是搬家了吗? 为什么? 墨云舟侧头看了她一眼, 之前那边离航空公司近一点, 但离墨市大楼太远了。 夜九九嗷了一声, 又转头看向窗外。 二十分钟后, 车子驶入小区地下停车场。 夜九九跟在墨云舟身后进了电梯, 等从电梯出来, 她才发现, 墨云舟这里居然是一个大平层。 到家后, 墨云舟给夜九九指了个房间, 你先去洗澡, 以免真的感冒。 夜九九没多想, 结果她递过来的包, 便直接进了房间。 等她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 墨云舟已经换上了睡衣, 头发湿湿的, 应该也是刚洗过澡。 输地, 夜九九脚不顿住, 他们现在什么名分都没有, 就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这样算什么? 墨云舟手上还端着一个杯子, 上面还在冒着热气, 见她突然愣在那里, 只好抬步走近。 她把杯子递给夜九九语调缓缓, 把姜茶喝了。 夜九九神色一正, 有些没反应过来, 墨云舟又将杯子递了递, 重复一遍, 刚给你煮的姜茶, 喝了。 夜九九看着那还在冒热气的姜茶, 鼻尖骤然隐隐发酸。 她其实根本没有把自己方才着凉的事放在心上, 更没想过墨云舟会给她煮姜茶。 刚才的那一点心绪, 瞬间从心底消失。 夜九九抬手接过姜茶, 声音有些颤, 谢谢。 她深吸了口气, 努力将那股酸液平复下去。 墨云舟一直在旁边等她喝完, 才又开口说道,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杯子盖紧点, 如果能发汗, 是最好。 听着墨云舟的叮嘱, 夜九九刚刚压下去的情绪, 又骤然间窜了上来。 自奶奶走后, 这是第一次有人跟她说感冒受凉要发汗。 从前在国外感冒, 陆思安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医院挂水, 很少知道这些。 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 夜九九立即把杯子塞给墨云舟。 我先回房睡了。 墨云舟慌忙接住杯子, 还想说什么, 却只听砰的一声, 夜九九已经将房门关上了。 她盯着紧闭的房门看了会儿, 转身将杯子放回厨房后, 回了卧室。 第二天一早, 夜九九醒来的时候, 身上黏乎乎的, 确实出了一身的汗。 她揉了揉眼睛, 下床拿了衣服后又去冲了个澡。 从浴室出来, 她把床重新扑了下, 便拿过床头的手机去了客厅。 此时才不过早上七点, 客厅里空无一人。 夜九九视线在客厅扫视了一圈, 似是在辨认哪间房是墨云舟的。 这时, 门口忽然传来低的一声。 夜九九下意识转身, 当看清门口走进来的人是谁时, 整个人都僵住了。 饶氏已经习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可此时面对门口突然出现的默默, 夜九九也有些无措了。 空气忽然死一般地寂静下来。 夜九九觉得自己身为晚辈, 不能真等长辈来打破沉默, 只好硬着头皮开口。 阿姨好, 默默没说话? 夜九九表情有些僵硬。 下一秒,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墨云舟有些沙哑的声音随即在客厅内响起。 起这么早? 因为墨云舟的房间和玄关正好在垂直的两个方向, 所以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墨母。 夜九九也发现了这一点, 连忙侧身看向她, 声音很低, 阿姨来了。 墨云舟愣了下, 加快脚步走到夜九九旁边。 墨母面无表情转过脸看向墨云舟, 我需要一个解释。 墨云舟神色没什么变化, 妈,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墨母皱了皱眉, 打扰了。 墨母语气十分平静, 但却平静得有些不太寻常, 夜九九的心不由跳空了一瞬。 她抿了抿唇, 刚想要解释, 身侧的墨云舟忽然把手搭在她腰上, 将她往怀里一拉, 嗓音低沉。 有一点, 夜九九身体有一瞬僵硬, 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因为墨云舟的话, 空气陷入一阵静默。 墨母目光凉凉扫了墨云舟一眼, 把衣服换了, 想好再来跟我说。 下一刻, 夜九九就感觉腰上的力道消失了。 墨云舟回房后, 客厅内便只剩下她和墨母两人。 阿姨, 您要不要先进来坐着? 话一出口, 夜九九就意识到了不对, 整得她好像是这家的主人一样。 好在墨母没有和她计较这一点, 她说完后就直接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 夜九九大脑有些混乱, 站在旁边无所适从。 沙发上的墨母微微抬起头, 打亮着夜九九。 三年不见, 气质变得温婉稳重了不少, 就连穿衣打扮也比三年前更好了。 她朝旁边沙发指了指, 你也先坐下吧。 夜九九钻了钻手, 嗯。 之后墨母便没再说什么, 可夜九九仍觉得有种空气凝固的感觉。 几分钟后, 换好衣服的墨云舟从房间里走出。 她直接走到了夜九九旁边坐下。 墨母对此皱了皱眉, 但也终究没说什么。 妈, 我和九九, 你不答应和许家的联姻, 是因为她。 墨云舟刚开了个头, 就被墨母突然开口打断。 夜九九心一提, 就听见身侧的墨云舟缓缓开口。 是。 明明昨天已经听墨云舟解释过一遍, 可此时此刻, 夜九九心里还是滋生出几分别样的情绪。 可她刚放松下来, 墨母下一句话就问道, 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夜九九心里莫名理亏, 张了张纯,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算合适。 下一秒, 她的手就被墨云舟握在了手里。 她说, 我正在重新追求九九, 但目前还没成功。 夜九九表情一顿, 瞬间瞪大了眼睛。 墨云舟顺势看向她, 平淡无蓝的深眸对上夜九九错愕的目光。 难道你没感觉到吗? 夜九九咬唇, 没有说话。 墨云舟叹了口气, 有些挫败。 一旁的墨母脸色有些发凉, 既然还在追求中, 为什么会在这里过夜? 墨母这话, 只差没说夜九九不检点了。 夜九九自然也听出了话里的深意, 面色顿时有些发白。 墨母将夜九九的反应尽收眼底, 谋色一转, 将接下来的矛头对准了墨云舟。 三年前你和九九为什么突然分手? 那之后, 许童为什么会住在你这里? 为什么这次许家会主动说起联姻的事情? 你和许童之间又到底是什么关系? 墨母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明明是问的墨云舟, 可句句都戳在了夜九九曾经的伤口上, 尤其是那句住在墨云舟那里。 但即便这样, 她表面仍是一片平静。 墨云舟下意识看了眼夜九九的脸色, 见她神色和刚才并无太多变化, 这才看向墨母。 妈, 三年前的事情, 是我自己认错了人, 伤了九九的心。 许童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 从始至终, 我要的都只是夜九九。 墨云舟这一番向墨母解释的话, 仔细一品, 又像是在借此对夜九九表白。 她病病地看着她, 眸中情绪复杂万千。 咕噜, 夜九九的肚子忽然响了下。 她顿时脸红了一下, 神色有些尴尬。 墨母看向她, 声音听不出情绪, 没吃早餐。 墨云舟短促笑了下, 语气意味深长。 您刚才进来也看到了, 我和九九才刚刚起, 哪里有时间吃早餐? 墨母瞪了墨云舟一眼, 那就先吃早餐。 早餐是墨云舟弄的, 夜九九在旁边负责打下手。 虽说, 平日里夜九九吃饭时, 就不太爱说话, 但这回餐桌上实在安静得过分。 除了碗筷触碰的声音外, 餐厅里静悄悄的, 仿佛空气都凝滞了。 墨云舟见她这个样子, 想要说点什么, 但又怕说了反而让她更加不自在, 索性就什么也没说。 墨母在客厅里转了一会儿, 见夜九九吃得有些拘束, 索性去了其他地方转悠。 墨云舟帮夜九九加了个小笼包, 放进她盘里, 放松, 我妈那里没事的。 夜九九笑了笑, 心里却在想另外一件事。 夜霸为什么会突然去英国? 夜霸年年在外躲债, 她哪里来的钱出国? 陆家人有渠道知道消息并不算奇怪, 可夜霸怎么会知道她结婚的地方和时间, 还能出现得那么及时? 说起来, 自从在酒店里夜霸被墨云舟的人带走之后, 自己就再也没见过她。 这件事她本来早就忘了, 可墨母刚刚频繁提到许童, 让她不由想要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沈澄在朋友圈发的截图她看过, 下面评论大都是在猜测她的结婚对象是谁, 其中就有人Q到了墨云舟。 叮铃铃, 放在旁边的手机突然响起, 莫得打断了夜九九的思绪。 她见是公司助理打来的, 立即放下碗筷滑了接听。 喂, 夜总, 公司里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浑身脏乱, 我们以为是来, 助理停顿了下, 斟酌了下后才继续开口。 以为她是来捣乱的, 就像让保安请她出去, 可她却坚持说是您父亲。 夜九九愣了下, 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她想了想, 你们把她带到会议室, 等我过来。 好的, 叶总, 和助理挂完电话, 夜九九看向墨云舟, 公司出现了点事情, 我可能需要立即过去一趟。 墨云舟毫不犹豫, 我送你。 叶九九下意识拒绝, 不用了, 阿姨还在这里, 我打车过去就好了。 墨云舟还想说什么, 叶九九已经回房间去拿东西了。 几分钟后, 叶九九从房间走出, 对墨云舟说道, 你帮我和阿姨解释一下, 我先走了。 墨云舟已经起身, 随手抽张纸, 擦拭了下嘴角。 我送你下去。 叶九九朝墨云那边看了眼, 墨云舟直接拉着她到了玄关换鞋, 等下我去解释就好了。 墨云舟都这样说了, 叶九九也没再坚持, 昨夜是直接从地下停车场上来, 现在从一楼出去, 如果没有墨云舟在前面带路, 叶九九还真有些迷茫。 等出了小区, 叶九九就没再让墨云舟送了, 你回去吧, 等会儿阿姨该生气了。 墨云舟应了声好, 问道, 什么时候下班, 我去接你。 她这话很容易让人想歪, 叶九九心输地一紧, 可又怕是自己想多了, 只好说, 大概四点多。 墨云舟也没过多纠结, 薄唇微钩, 到时候我给你发信息。 叶九九抿了抿唇, 吐出一个字, 好。 墨云舟笑了笑, 伸手替她拦了辆出租车, 路上小心点。 叶九九点头, 嗯, 路上。 叶九九拿出手机问助理, 她来了办公室之后, 有说什么其他的吗? 助理回得很快, 没有, 只说要见你。 叶九九呼出一口气, 吸了屏幕, 看向窗外。 叮咚, 新消息提示音响起。 叶九九点开手机, 看着上面的内容, 瞳孔骤然一缩。 九九, 我爸这次是真的下狠手了, 你能帮我去我家拿一样东西吗? 消息是路斯安用小号发来的。 叶九九连忙敲字, 什么东西? 一个盒子, 就在卧室床头最底下的抽屉里。 好, 就安工作室。 叶九九刚出电梯, 就静止走到会议室里, 对叶爸说道, 有什么事, 出来和我说。 说着, 也不等叶爸同不同意, 叶九九便直接转头朝外面走去。 叶爸没想到叶九九这么果断, 只好跟了上去。 出了写字楼后, 叶九九在旁边商场里找了一个茶室包厢。 叶爸进来路上, 一直在不停地四处找张望, 话里也满是酸意。 哟, 你现在是混得好了, 居然还能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叶九九没理他, 倒了杯茶水放在他面前, 你来找我什么事? 有人跟我说你现在是什么公司的老总, 挺有钱的, 既然这样, 你帮我把外面的钱都还了吧。 叶九九眉眼冷下去, 我上次说过了, 我不会帮你还钱, 我是你爸。 这笔钱你如果不帮我还, 我就去法院告你。 法律规定, 赡养年纪是六十岁, 如果我没记错, 你现在最多五十岁, 你就算去法院, 告我也没用。 叶爸瞳孔顿时瞪大, 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紧皱在一起, 衬得有些可怜。 你怎么去英国的? 以你目前的能力, 根本出不了国。 叶九九一开视线, 插开了话题。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叶爸说话的时候, 眼神明显闪躲了几下, 叶九九从包里拿出一落钱, 推到叶爸面前, 说了, 这就是你的。 看到钱, 叶爸毫不犹豫开口, 有个女的突然找到我, 说你要结婚了, 还特意让人把我送去了英国, 今天也是他让我来的。 叶九九从同学群的公用相册里, 翻出许童的照片, 递给叶爸。 是他吗? 叶爸看过去。 是。 得到答案, 叶九九也没再多留, 丢下一句好字为之, 便直接起身离开。 下午, 叶九九正在查看新一季的工作报表, 莫云州的信息就发了过来。 下班了吗? 他抬头看了眼时间, 这才发现已经四点多了。 叶九九盘算了下剩余的工作内容, 发现都是一些不急的, 就索性放到了一边等明天再来处理。 他回道, 马上。 消息刚发出去, 下一秒, 莫云州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到楼下了, 你下来吧。 好。 莫云州挂完电话站到车门旁边, 一辆车突然停在旁边。 许童从车上走到他旁边, 眼眶通红, 云州。 莫云州, 莫云州皱了皱眉, 你怎么在这儿? 云州, 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 叶九九他明明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 许童说得柔弱可怜, 一副被爱人辜负的模样。 莫云州眉梢染上烦躁, 声音冷如寒冰, 你真的是千叶如墨吗? 许童面色瞬间一白, 他看着自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冷意, 男男出生,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什么时候知道的? 已经不重要了。 你只需要知道, 夜九九, 才是真正的千叶如墨。 许童瞳孔骤然一缩, 不可能。 他拉住莫云州, 重复道, 绝对不可能是他。 莫云州皱了皱眉, 显然已是不耐, 松手。 许童眉动, 莫云州默地将他拉近, 俯身在他耳边, 你想让陆家知道 陆思安当初逃婚的真正原因吗? 许童脸色厉变。 三年前, 陆思安第一次逃婚, 固然是因为不想听家族安排, 但根本原因是他撞见了许童 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这件事, 他也是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的, 没想到此刻静起了作用。 砰,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东西落地的声音。 莫云州下意识抬头看去, 立即松开了拉住许童的手。 九九, 你听我解释, 夜九九死掐着掌心, 才让自己表面看起来若无其事。 不用解释,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他便抬不离开。 莫云州做事, 立即就要追上去。 夜九九突然转过身, 声音有些不稳, 不要跟上来。 莫云州脚步顿住, 九九,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夜九九咬牙稳住自己, 只说, 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说完, 夜九九没再给莫云州解释的机会, 静止从路边拦了车离开。 深夜, 酒吧, 夜九九一个劲儿的灌酒, 沈澄在旁边连劝了几声都没用。 半醉之间, 他起身朝卫生间走去。 走入走廊, 酒吧里的喧嚣象突然被调小了音量, 所有的声音都变得不真切起来。 从卫生间出来后, 他忽然侧身靠在墙上, 一直压抑的酸涩感, 瞬间涌上心头。 莫云州他凭什么可以这样随意践踏他的心? 一面对他说要追求自己, 一面又和许童牵扯不清。 他书弟冷笑了声, 抬手擦了下脸, 抬步朝外面走去。 可等他走到卡座时, 才发现沈澄不见了。 夜九九拧眉, 看着突然出现的莫云州, 你怎么在这儿? 他看不清他的神色, 只听他低哑着声音说, 沈澄男朋友那边有事, 让我来接你回去。 话落, 莫云州就直接上手把他拉到怀里, 一手拿过沙发上的包, 带着人朝外走去。 夜九九抬起手就要推开他, 却被他反手将两条胳膊按在身后。 莫云州的力道很大, 夜九九根本挣脱不开。 他的酒意还没消, 此刻只能被莫云州一路带着走。 直到被塞进副驾驶, 莫云州才松开了他。 夜九九挣扎想要坐起身, 莫云州已经绕过车身, 坐进驾驶位锁了车门, 完全没给他下车的机会。 夜九九压抑的情绪骤然爆发, 呼吸急促, 莫云州, 你放我下去。 莫云州转身看向他, 声音低沉, 九九, 今天的事你为什么不肯听我解释呢? 夜九九自嘲笑了下, 所有的解释不过是为了掩饰事情真相而已。 莫云州皱眉, 有些无奈, 他还想说什么, 夜九九已经跌过头臂上了眼睛。 莫云州叹了口气, 发动引擎离开。 到家的时候, 夜九九好像已经睡着了。 莫云州下了车, 绕到副驾驶打车车门, 放轻了动作, 将人打横抱起。 他一路将夜九九抱进了房间, 又抬手帮他盖好被子。 正准备起身时, 却发现, 估在脖子上的那双手, 迟迟没有松开。 他低头一看, 方才还在熟睡中的人不知何时已经醒了, 此刻正一脸复杂地盯着自己。 莫云州神色一愣, 轻声开口, 九九。 夜九九手上莫的用力, 将人往下一按。 莫云州因着夜九九的力气被迫倒下去, 压在了他的身上, 眸光深暗, 夜九九, 放开。 夜九九没动, 只愣愣地盯着莫云州, 眼底有情绪在翻涌。 莫云州看着这样的他, 忽然俯身在他唇上轻点了下。 夜九九眸色轻闪, 脑海里似是有一根一直在紧绷的弦, 一下子就断了。 他一把扯过莫云州的衣领, 抬头吻了上去。 莫云州被他突然地主动惊叨, 但仅仅只是一瞬, 他就掌握了主动权。 夜九九被迫仰起头, 呼吸愈发急促。 忽然, 他脑海闪过一个画面, 脱口而出, 你和许童做过吗? 话一出口, 夜九九明显感觉到 莫云州身体僵了一瞬。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煞时间, 方才以你的气氛荡然无存, 就连空气都降了好几度。 两个人谁也没有动。 最终, 莫云州撑起身, 我去客卧睡。 这一次, 夜九九没有拉着他不放。 听着房门被关上的声音, 夜九九翻身缩进被窝里, 眼角有泪化落进入诊序里。 第二天, 莫云州睁眼醒来时, 夜九九已经离开了。 他看着整停的像是没睡过人一样的床, 神色默地沉了下去。 去莫氏的路上, 他才注意到夜九九的包还落在自己车上。 一路上, 包里的手机都在一直响个不停。 车子在公司大楼停下后, 莫云州一手拿过副驾驶上的手包上了电梯。 他刚把包里的手机拿出来, 一条信息突然跳了出来。 下午三点, 明露咖啡厅见。 是露斯安发来的。 莫云州看着屏幕上的消息, 周身气息顺变。 他不知道夜九九的手机密码, 所以也只能看见这么一条信息。 叮, 电梯停下来, 门自动打开。 莫云州把手机放回包里, 抬步走了出去。 一进办公室, 他就召了助理过来, 把下午所有的会推了。 我有事。 好的莫总。 酒安办公室。 叶九九坐在办公椅上, 神色复杂。 其实, 他从离开莫云州那里, 准备打车的时候, 就发现了自己的包没在身上。 但当时, 他不想回去拿, 便索性借路人的电话, 给助理打了电话, 让助理开车来接他。 可现在有了工作需要, 他才发现, 没有手机是多么的不方便。 挣扎片刻, 叶九九拿起旁边的平板, 点开莫云州的聊天, 发了消息过去。 我的包在你那里吗? 莫云州回得不算快。 嗯。 叶九九沉吟片刻, 刚准备打字, 莫云州又已经发来了新的消息。 下午三点, 明露咖啡厅, 我把包还给你。 叶九九想了想今天的工作安排, 打字回复。 好。 等退出和莫云州微信的时候, 叶九九默地发现了路斯安发来的消息。 他看着路斯安发来的消息内容, 不自觉醋了醋眉。 怎么也是下午三点, 而且都是明露咖啡厅? 或许是因为记挂着莫云州和路斯安约的时间地点 一模一样的事情。 叶九九处理工作的时候, 总有些心不在焉。 最终他给路斯安回了信息, 换个时间吧, 中午十二点, 公司楼下的茶室, 我把东西给你。 下午两点五时, 明露咖啡厅。 莫云州特意提前了十分钟到咖啡厅, 但却没看见路斯安的身影。 大概五十五的时候, 叶九九出现在门口。 他进门后,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莫云州。 叶九九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又恢复成了之前客套的样子。 有点是耽搁了, 没耽误你时间吧。 莫云州打亮着叶九九的神色, 声音听不出情绪, 没有。 说完, 他又问道, 喝点什么? 叶九九摇头, 我不喝了, 公司还有事情, 我的包呢? 莫云州眸色闪动了下, 欲言又止。 他本想趁叶九九和路斯安见面的机会, 用自己的假意误会向他解释 他和许童之间真的没什么。 可现在, 路斯安根本没出现, 他的计划只得落空。 最终, 莫云州还是什么都没说, 把手边的包递给了叶九九。 叶九九接过包, 面色如常, 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了, 再见。 莫云州犹豫了几秒, 拉住了叶九九的手腕。 从进门到离开, 他从始至终都没提昨天晚上的事情。 他觉得, 既然这样, 不如自己主动挑起。 莫云州问, 九九, 你是在介意从前我和许童的关系吗? 叶九九簇眉挣扎了下, 但莫云州力道很大, 他只好放弃。 莫云州抬头看他, 声音缓缓, 三年前的事情是我没有顾忌你的感受, 当初也是我认错了人, 但是九九, 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叶九九鼻尖一酸, 心狠狠地揪成一团。 他攥紧了手, 几乎放弃般地开口。 莫云州, 我不是你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员工, 你不能仗着我喜欢你, 就如此伤害我。 我的心不是铁打的, 被伤害了他也是会痛的。 莫云州以为叶九九动摇了, 连忙说道, 昨天的事情我可以解释。 就算昨天的事情可以解释, 那以后呢? 莫氏正在和许家谈合作, 许童和你也是同学, 那不可避免的, 你一定会和许童见面。 内心的怀疑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蹦出来。 莫云州没有说话, 沉默良久。 叶九九在这样的沉默中, 也让自己躁动的心逐渐平静下来。 他说, 莫云州, 以后我们就做回同学的身份吧。 听着叶九九的话, 莫云州心里输地一空。 他有一种感觉, 如果现在他放手了, 就真的永远失去叶九九了。 莫云州握住叶九九手腕的力道, 无意识加重。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做回同学的身份。 叶九九疼得皱了皱眉, 你先放开我。 莫云州一正, 连忙松了力道。 叶九九揉了揉发红的手腕, 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被莫云州抱进怀里。 下一秒, 他就听见他在耳边说, 我已经说服了我妈, 他现在已经重新接受你了。 叶九九身体僵了一瞬, 理智在动摇。 不知过去了多久, 叶九九忽然深吸了一口气, 将头闷在莫云州怀里低声道。 那我们就给彼此半年时间, 如果半年后, 我还是无法释怀, 我放你离开。 好, 半年后, 久安结束和末世的合作, 宣布加入陆氏旗下。 叶九九辞去总监一职, 不知去向。 三天后, 瑞士国际机场, 叶九九推着行李箱走出机场大门, 一眼就看到了立在不远处的陆思安。 陆思安也同样看见了他。 他上前接过叶九九的行李箱, 语调上扬, 上车吧。 半分钟后, 车子驶离机场。 等红绿灯时, 陆思安看向叶九九, 故作不经意问道, 听说你答应给自己和莫云州半年时间, 怎么, 半年过去了, 你还是放不下他和许童的事。 叶九九摇了摇头, 脸上是从未有过的释然。 伦敦那三年, 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同时我也懂得了一些道理。 我和他之间也掺杂了太多东西, 回不到从前了。 陆思安了然, 换了个话题问, 那你还喜欢他吗? 叶九九沉吟片刻, 回到, 应该是喜欢的吧, 但也知道喜欢了。 说完, 他又转头看向陆思安, 你呢, 放弃陆家三少的身份, 现在又要从头再来, 不累吗? 陆思安摇头, 只要能摆脱我爸的安排, 就算再重来无数次, 我也不会觉得累。 那你这次是怎么说服伯父, 让他心甘情愿放你离开的? 你帮我拿的那个盒子, 是我搜集的陆氏这些年来, 非正规经营的所有证据, 我爸如果不想, 让这些在媒体暴露, 就只能放我离开。 叶九九末的笑出声, 调侃道, 原来我也是帮凶。 陆思安不动声色, 策谋看了眼叶九九, 语气意味深长。 是啊, 你也是帮凶, 所以这次你可要帮我到底啊, 不能像上次那样中途跑掉了。 叶九九没听出 陆思安话里藏着的深意, 笑着接道, 一定。 陆思安勾了勾唇, 笑意直达眼底。 二十分钟后, 车子在一栋小型别墅前停下。 陆思安帮叶九九拿了行李, 带着他朝礼走去。 踏进屋内的一瞬间, 叶九九顿时瞪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震惊。 这里和他们当年在伦敦时的房子一模一样。 叶九九诧异地看向陆思安, 这是你特意布置的。 陆思安点点头, 把叶九九的行李放到一边, 朝他张开手臂。 叶九九, 欢迎回来。